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人类 谁控制了货币 谁可能就控制了全球的经济 现在大家都对大数据比较重视 所以我们经常讲 谁拥有和掌握控制的数据和信息 谁就掌握了未来 所以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 国有经济运行的有关情况 我结合今天的这个主题 也把我们举近几年工作当中掌握的有关 国有经济运行的有关的信息 与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 所以我想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全国国有企业的一个开关 它包括全国国有资产的总量 结构丰富情况等等 里面可能还我还介绍一下 这个国资委监管系统国有企业的相关情况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把我们央企的经济的运行态势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 主要是总结呢 国资委成立以来 我们中央企业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 一个快速增长态势 以及这样的一个增长态势背后的原因 和动力所在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围绕的价值管理 我们近几年来国资委所开展的财务监管工作 包括所构建的一些财务监管体系 主要也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围绕的价值管理呢 介绍一下价值的报告啊 价值的创造啊 价值保护 这三位一体的一个监管体系 好 下面咱们看第一部分内容 全国国有企业的概括 这里面呢 我又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把现在的国有价值的总量的情况 给大家交流一下 第二方面就是把我们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把我们央企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简要地介绍一下 那么讲相关的数据之前呢 实际上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对于国有企业这个基本的概念 包括国有资产啊 国有经济啊 国有资本啊 这些基本概念大家都经常讲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几个概念的基本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基本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包括国有企业的概念 国有资产的概念 国有资本的概念 这些基本的概念内涵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关系 它们是一个概念还是有多个概念 还是代表不同的经济的内容等等 包括什么是中央企业 什么是地方国有企业 它们是如何分类的 如何界定的 都归哪个部门监管等等 这些基本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内容呢 可能大家不一定完全地了解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我后面介绍的有关数据的内容和内涵呢 我先简要地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些基本概念 大家都知道国资法呢 对我们国有资产的监管是有所规定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啊 它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属于这种统一所有 封级监管这样的一个模式 而且呢 根据国务院的授权 不同的这个部门呢 对国有资产的都可以监管 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 专司国有资产监管的国资部门 像国务院国资委可以管理中央企业 那么其他的部门呢 如果根据国务院的授权 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呢 也管理了部分的国有企业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财政部 它就管了四家比较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 包括铁路总公司啊 烟草集团啊 邮政集团啊 还有这个北大欢集团 也是去年 刚刚可能交给咱们财政部的企业 这是从监管部门来看 那我们从层级来看呢 刚才讲的我们是分级监管 那分中央和地方 那从监管部门来看的话 我们又分为 专司国有资产监管的 国资委系统的企业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 不是我们国资委系统的 包括财政部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 一些中央部门企业 中央事业单位等等 他们可能也监管了一部分国有企业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在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 或者叫中央企业 有这么几大类 一类就是我们国务院 国资委监管的企业 我们通常简称为中央企业 尤其是从国资委层面来讲 我们讲的中央企业 就是指我们国务院国资委 监管的90多家企业 那么还有刚刚财政部 管的4家 它也叫中央企业 那么从财政部的角度 它说中央企业的时候呢 它就包含了三大块 一块是我们国务院 国资委管的90多家 还有一块就是 它自己管的4家 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还管了一些中央企业 或者叫国有企业 比如说我们教育部 下面有一些包括前段时间 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的北大方正 还有我们这些孝产资产 包括我们的水利部 农业部 包括我们财政部自己 国资委自己 也有自己的 它不是我们监管的企业 是我们部门管理的企业 叫部门管理企业 所以中央企业的概念呢 如果是从大的行业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包含三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国院国资委管的90多家 还有财政部管的4家 另外就是其他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管的部门的管理企业 统称为中央企业 但是我们从国院国资委的层面 我们讲中央企业的时候 是讲小概念 就是指我们的央企业90多家的概念 主要包括三家石油石化企业 两个电网公司 三大电信 三大航空等等 还有其他建筑企业 等等这样的90多家吧 这是一个从国有企业的分类的情况来看 那到底我们全中国有多少国有资产呢 包括我们其中国资委系统 监管了多少国有资产 我们国院国资委管的中央企业 占有多少国有资产 它的比例是多少 有多少分类呢 所以下面我们简要的来看一下 那么从这个图上来看呢 国有资产大概分为四大类 一个是企业的国有资产 一个是金融企业拥有的国有资产 还有就是行政事业性单位拥有的国有资产 另外就是国有资产资源的国有资产 大概是四大类 那么根据国有资产的定义来看的话 它跟企业的资产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国有资产的定义 更多的这个概念和内涵 是倾向于国有权益 它其实跟国有权益的概念 在财务上的内涵是一致的 规范的定义来讲的话 什么是国有资产呢 就是归国家所有 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各类经济资源 严格来讲就是属于国家的权益 它不同于我们 无论是一般工商业企业 还是金融企业的资产的概念 它不是指企业掌握的资产 这个企业掌握的资产呢 它是指我们会计报表的左边 大家平时看过会计报表 我们左边呢 就是我们讲的资产的概念 它是由右边的 从这个股东投入的权益 加上我们从银行借债的负债 共同构成了这个资产 这个资产是属于企业的法人财产 所以它跟我们讲的国有资产 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都叫资产 但实际上国有资产 我们严格来讲 应该是国有权益的概念 它是属于我们资产负债表 右下边的权益的概念 这是我们国有资产 跟国有权益的概念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四个分类呢 主要是根据企业 金融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资产资源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讲的话 无论是企业的国有资产 还是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 它们俩可以归为一个大类 我们给它简单定义为 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为什么叫经营性国有资产呢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市场经营 是可以创造和带来更多的价值的国有资产 好 咱们下面看一下全国国有资产的总体情况 那么根据国有资产的定义呢 严格来讲呢 它是归国家所有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 它严格来讲应该属于国家权益的概念 它不同于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概念 也不是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概念 资产的概念它是一个会计上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指我们会计报表的左边 包括有固定资产啊 有流动资产啊 有这个货币资金啊 应收账款啊 存货啊等等 这个都是企业的资产 也就是企业的法人财产 它的来源呢 主要是由这个股东投入的权益 加上我们银行等债权人的一个负债 共同构成了我们企业拥有的资产 它跟我们国有资产的概念 不是一个内涵 虽然都叫资产 但是实际上国有资产的概念呢 更多的是指的国有权益 它是指国家投给企业的权益 以及权益所产生的收益 共同归国家所有的 简单来说呢 从国有资产的这个分类来看呢 从这个能不能够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呢 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就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第二类呢 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第三类呢 是资源类的国有资产 那么这三类国有资产 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来说的话 我给它理解成呢 经营性国有资产呢 它首先还是有价值的 它重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能够通过我们正常的市场经营 可以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一个价值 我们称为可以经营 或者叫可以运营的国有资产 这个是经营性的 非经营性的呢 国有资产 它也有价值 但是呢 通常来讲 我们不是以这个 以经营为目的来创造价值 来运营这一部分国有资产 它主要是指的 我们行政事业单位所拥有的各类国有资产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事业单位的拥有的办公楼啊 还有拥有的其他的一些财产 这些都属于国有资产 但是一般它不做运营 都是我们为了一些公共事业服务的一些国有资产 第三类呢 叫资源类的国有资产 这一块呢 主要包括一些这个 森林啊 琥珀啊 土地啊 这一块的资源资源类的资产呢 价值非常大 但是呢它暂时没有估价 所以从大的分类来看的话 分为经营性 有价值 还能够创造价值 非经营性 有价值 但是一般不创造更多的价值 资源类呢 价值很大 但是我们暂时没有估值 这样大家记起来可能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它跟我们图上说的这个四个分类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又给它分为企业国有资产 经营企业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它们的对应关系呢 是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和经营企业国有资产 一般我们给它界定为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那么国有自然资源的资产呢 就是资源类的国有资产 那其实上这里面的企业国有资产呢 严格来讲它应该指的是非金融的企业 或者叫一般工商业企业 然后是这个金融类企业呢 叫做就是不是一般工商业企业 包括我们的工农中建交啊 包括证券公司啊 包括一些银行啊等等 都属于金融类的企业 那么一般工商业的企业 加上金融类的企业 就构成了我们企业类的国有资产 大的企业类的国有资产 也就是我们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大概是这么一个分类 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呢 是在这个18年的时候 建立了这个国务院 向这个全国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从18年开始 我们向国务院开始报告国有资产 是分类报告 17年的时候呢 应该是报告的金融类的 18年报告行政事业单位 19年呢就报告我们企业类 明年呢可能就报告了 资论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个国有资产 那么根据我们财政部 最新公布的全国国有资产的 总体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全国国有资产的一个 分布情况 那么企业类的国有资产 也就是我们说不含金融的 企业类的国有资产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丰布呢 国有资产的总量呢 企业类的是大概是65万亿 但是这些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 是234万亿 负债大概是150万亿 权益 就是国有的权益是65万亿 它不等于企业的净资产 可能会比企业的净资产要略小 因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来讲的话 除了国家的投入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少数股东投入的权益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的国有资本的权益 就是指的国有资产65万亿 那么非金融的企业的 这个一年的营业走松度呢 是63.5万亿 与我们国有资本权益差不多 去年的全年的利润呢 大概是3.9万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金融内的国有资产呢 它的国有资产是20万亿 金融内企业的 拥有的资产总额呢 接近300万亿 负债总额是262.5万亿 所以它的负债率比较高 因为它的这个资本冲注率要求的 就是8% 根据国际的一些标准 所以大家看 它拥有的净资产 相对于说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从企业掌握的 国有资产情况来看 可以简单地把 我们企业的国有资产 大概65万亿 和我们金融内的国有资产 20万亿加起来 那么也就可以说 全国国有企业拥有的国有资产 大概是85万亿左右 80万亿吧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呢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它有时候叫国有权益 有时候叫国有资产 那它为什么 一会儿叫国有权益 一会儿叫国有资产呢 我个人的理解 这个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我个人的理解 它有时候为什么叫国有资产呢 主要由于历史上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我们少数国有企业 国家对企业的投入 它可能没有记录权益 而是放在这个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核算 就是说它没有按照正常的进入资产 或者进入权益核算 而是双挂 一边挂资产 一边挂负债 但是这一块的资产呢 又不归企业所有 是归国家所有的 所以就比如说一些特种的一些储备物资啊 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中储粮要储备的这个粮食 那么他们储备的粮食 一方面在存货 一方面呢 在负债里面要挂一个专线应付款 所以在统计它 拥有多少国有资产的时候呢 要统计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统计 我们国家对它投入了有多少 以及这一部分所带来的增值 这是国家的国有资产 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国家的一些特种储备物资 放在你企业 但是又不归你企业所有 归我国家所有 没有在权益里面核算的 加起来一起构成的国有资产 所以当时为什么没有叫国有权益 我理解可能就是 它有一部分是在资产里面 核算的国有权益 而且这个词呢 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大家也约定书成了 到了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两个概念 比较就是说 包含的是同一个含义 而且据我了解 现在这种没有在权益里面 核算的国有资产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经常讲国有权益 也好 讲国有资产也好 都是指的同一概念 所以它的数据呢 基本上也是用了同一个 所以我们简单的可以把我们这个 涂上的企业国有资产 64.9万亿 加上我们金融的企业国有资产 20万亿 简单的相加 就是80万亿 大家可以记住一下 就是企业内的国有资产 有80万亿 那么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呢 也就是它的净资产 因为行政事业单位 它不可能说 除了国有股东 还有别的小股东 给它偷了 行政事业单位都是国家办的 所以它的净资产都是国有资产 27万亿 所以大的能够现在我们国家 能够计量的国有资产的 2019年底的数据 大概就是100万亿 这样的100多万亿的概念 100万亿什么概念呢 目前最新了解的情况就是 我们2020年 全年的GDP 可能要突破100万亿 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国 能够计量的国有资产的总量 跟我们2020年创造的GDP的价值 基本上相近 这是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国有资产资源这一块资产 刚才讲了 它没有去估值 但它的价值是很大的 所以它目前统计的都是一些 食物量的指标 包括我们现在全国 掌握有多少国有土地 它用总面积来计量 包括我们国有森林 它的总面积是多少 包括水资源的总量有多少等等 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是我们全国国有资产的 一个总体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大家肯定很关心 国院国资委 这个监管的90多家中央企业 我们拥有多少国有资产 我们在企业内的国有资产里面 我们的占比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让我们同事呢 特意地给大家做了一个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图 从这个资产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全国的 这个企业内的资产是234万亿 中央企业拥有的资产呢 是65万亿 大家一定不要搞错了 前面讲的是 这个 国有资产呢 前面中央企业只有13.1万亿 那么全国的国有资产呢 是65万亿 这两个数很接近 全国的企业内的国有资产是65万亿 中央企业的拥有的资产是63.4万亿 这两个数大家很容易混 大家这两个数不要搞混了 我们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234万亿 中央企业拥有的资产是65万亿 全国的企业内的国有资产是65万亿 跟我们中央企业拥有的资产是比较接近 但是我们真正中央企业拥有的国有资产只有13万亿 那么从效益的角度来看一下丰富呢 全国刚才讲的利润总额呢 是3.9万亿 那么我们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呢 是1.9万亿 所以这个占比呢 大概我们中央企业占全国国有资产的 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大概是超过了50% 而我们中央企业这个国有资产呢 占全国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呢 大概是这个五分之一左右 那么从资产的结构分布来看呢 我们大概占四分之一 所以大家从这个从占比来看 也可以看出我们央企的运营效率 是远远高于其他类的国有企业 包括部门关系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 因为我们占有的资产只有四分之一 占有的国有资产只有五分之一 但是我们创造的效益 也就是创造价值占了一半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大家比较关心央企业的情况以外呢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国资委系统的监管的企业 在这个全国国有企业 我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比重结构 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了 从这个监管范围来看呢 我们把国有企业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归我们专司国资监管部门的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管的 我们统称为国资委监管系统内的企业 还有一个就是 不是我们国资委管的 叫非国资委监管系统的企业 那么我们这里面来看的呢 从我们系统来看 我们又分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和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地方国有企业 那么他们大概的情况呢 是刚才讲了 我们中央企业大概是63.4万亿 我们全益是22.2万亿 前面讲的这个是 国有资产只有十几万亿 我们的负债率大概是65 去年年底的数据 那么地方国资委监管的 地方国有企业的资产呢 是137.9万亿 它的净资产是44.6万亿 它的负债率比央企要略高一点 67.7 高了2.7个百分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大概的占比呢 我们的央企的资产和权益呢 基本上就是地方的一半 大概是这样 但是大家右边这个图呢 是一个负数的分布图 负数来看的话 我们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企业集团 我们叫比如说央企 目前有98家央企集团 但是这里面有个负数 叫4.7万户 它是属于我们央企 98家央企集团 投资的直直松松的 这样的独立法人地位的 这样的支企 大概是4.7万户 第番来讲的话呢 按照省级监管啊 第四监管啊 县级监管啊 按照这个监管企业来看呢 它是1.3万家企业集团 这个1.3万家企业集团呢 拥有的直企是12万户 所以这里面大家要区分一下 集团跟直企业的区别 那么全国的国资委 就是国资监管系统的户数呢 大概就是应该是17万户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 全国来讲的话 包括中央部门啊 或者是我们非国这位监管 我初步估计应该大概是 大数可能是20万户左右吧 我们中央企业大概就是5万户 这里面 这几年通过这个压减呢 我们减少了不少的支企业的户数 这是一个户数的分布 和我们资产的一个比重结构情况 这个图呢 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资产的比重 还有我们收入的比重和效益的比重 可以看一下国资委监管系统内部 央企业跟地方的一个分布结构图 那么我们央企业的资产 大概只有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一半 占这个国资委系统是在三分之一 收入来看的话 中央跟地方基本上是接近 我们的资产只有它一半 但我们收入基本上接近 可能还略多一点 那么我们的净利润也略多一点 占52% 大概是这样 从这个几个指标也可以看出 就是央企的运行效率 也是要远远高于我们地方 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 因为我们拥有更少的资源 但是我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规模 刚才呢 是把我们的央企 跟全国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央企 跟世界500强的企业 来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分析 这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03年的时候呢 我们国有企业进入500强 大概只有11家 其中央企有6家 整个中国呢 是12家入围了 那么这一年美国进入500强 达到了192家 日本呢达到了88家 然后我们取了几个中间的数 10年我们国有企业入围的是40家 央企30家 中国整个入围是54家 美国的企业是140家 日本是71家 到了12年的时候呢 我们进一步增多 我们整个中国入围的达到了79家 那么美国呢 进一步的下降 132 日本的这个入围的互数呢 也进一步下降到68家 到了今年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中国的企业入围 已经达到了133 超过了美国 美国是121家 日本是52家 那么我们中国进入500强的这个户数呢 我们是在大概2011或者2012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企业是首次超过了日本 我们国家的GDP 也是在这一年首次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 所以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来呢 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大呢 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有企业的群体 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讲 企业强国家强 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国家的 企业竞争力主要会体现成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 做强做优做大 我们的国有企业做强做大 做优我们的中国企业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这个500强的户数 在逐步的减少 中国的企业的户数在逐步的增加 也就是呈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说的这个 西强东弱 马上可能要向东升西降 这样的一个态势来进行发展和转变 我们企业的数据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的 后面几个片子呢 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央企啊 自己跟自己比 就是国之委成立以来 从03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央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态势 大家可以看一组数据 我们在这个03年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资产总额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是资产总额 后面会讲净资产 我们拥有的资产总额只有8.3万亿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 我们接近了65万亿 我们这个资产的这个年均的增幅呢 达到了这个13.5 我们翻了有8倍 也就是说国之委成立17年 我们做了7个当年规模的氧企 就是翻了8倍 增加了7倍吧 是它的8倍 那么从净资产来看呢 我们在03年的时候呢 只有3万多亿 我们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是22万亿 年均增长12% 翻了大概有7倍 这里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资产的增速是要高于我们进展增速 这也是我们近几年 资产负债率在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降杠杆 那么央企的这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呢 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原因 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央企自身啊 走了一个内涵式的发展 通过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 自我壮大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几年央企收购 兼并的力度比较大 尤其是从地方收购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我记得前几年 这个地方的这个领导的口号是叫 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 说只要这个企业在我们地方 能够给我们创造GDP 能够给我们解决就业 能够给我们带来税收就可以了 而我们中央企业呢 刚好呢需要这个 做强做优 做大我们的规模 尤其是我们要收入规模 要资产规模 地方要GDP的规模 所以我们双方这个合作意愿比较强烈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中央企业也从地方收购了很多 地方国有企业 而且地方也比较欢迎中央企业去收购 因为中央企业前面讲了 我们的运营效率比较高 我们的技术呢相对比较强 我们的管理相对比较丰富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实力比地方还是比较强大 所以我们会带来很多的资源 带来很多的资金 也有利于地方呢 做强做大他们当地的经济 这也是这几年这个央地合作发展比较好 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我们央企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两个图呢 一个是收入图 一个是我们的效益图 收入呢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全年的收入是4万多亿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全年的收入呢 已经达到了这个20多万亿 这个数31万亿 大概年均增长是12.9 也翻了有这个7倍左右吧 我们的效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效益情况 我们国之委成立支出的时候 全中央企业赚的利润大概是2000亿 2000亿左右 到了去年呢 我们整个央企业呢 应该是这个净利润应该是1.4万亿左右 年均增长了12.5% 6.5倍 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 国之委成立以前的国有企业 经营是非常困难的 我记得98年改革脱空的时候 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 要没记住的话 应该就是200亿左右 是全国国有企业的 国之委成立支出的时候 03年我们净利润是2000多亿 我们现在到了去年 我们净利润是1.4万亿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比较快的 这张图呢给大家展示了 就是我们03年到19年以来 每一年的净利润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趋势 大家看这个图呢 总体的是一个向上的 一个增长的态势 当然它也是一个波动向上的 中间有几年呢 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 一个就是我们08年 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一块呢 我们扬起的消息大幅的下滑 但是还是有盈利 另外就是1516年 这两年也下滑比较厉害 大概达到了15年是下降了8% 16年下降了1.7% 因为15年下降了 基数就会低一点 所以1517是下降 那么这两年为什么下降呢 大家现在可以回顾一下 这两年正是我们中国的经济 进入这个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增长了一个转型的时期 我们当时叫三次跌加 或者叫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这也是当年开始启动 这个混质结构性改革的元年 上去一步一降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 进入了爬坡过坎的一个 关键的时期 所以我们央企呢 也在1516年的时候呢 效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所以我们国之委呢 也是从15年开始 我的印象里面 从15年开始 就开始开展了 稳增长的一个专项行动工作 那这几年看 大家看这个运行的态势 还是比较明显 每年都成了一个增长态势 除了1516刚才说是下降 8%和下降1.7%以外 我们17年就迅速地反弹 增长了17.8% 当然也是因为16年下降 它技术比较低 所以增速比较快 也比较大 那么18年 仍然保持这样的一个增长态势 17.4% 19年10.8% 所以我们去年呢 当时结合央企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态势呢 对我们央企 2020年当时提出的是一个保气针灸的一个态势 但是现在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疫情处击比较大 目前我们 结合新的形式变化呢 对所有的央企提出了一个两个力争 就是力争 多数中央企业都实现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我们央企的整体呢 持平 不低于上年 后面这两个图呢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上交税费的图 一个是我们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图 简单地看一下 上交税费这个图呢 我们在03年的时候 大概上交的是3000多亿 它要远远高于我们企业 当年赚的净利润和规模净利润 到了去年的时候 我们上交的税费呢 大概是20多万亿 年均增长了11.6 增长了5.5倍 我们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03年的时候 人均创立了大概是13.1万亿 那么到了去年呢 人均创立了 就是创到了这个增加值啊 达到了56.3万元 这样的一个水平 年均呢是增长了9.5 翻了4.5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总体的效率是在提升 但是总体感觉呢 它的效率的提升呢 没有其他的一些 包括资产啊 收入啊利润啊提升那么快 这里面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央企呢 因为它还承担了一个 稳定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它不像其他的 这个民营企业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 这个可以随时的减员 瘦身健体等等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瘦身健体 主要是在压成本啊 内部挖钱啊 但是我们对于员工的就业这一块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尤其是今年这个疫情冲击比较大 我们要六稳六保 所以今年央企业是扩大了 这个就业的一个范围和一个规模 那么这个呢 如果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的话 是会影响我们整体的 企业的运行效率的 这也可以客观从这个指标 可以看一下 那么前面呢 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我们央企 无论是从资产 从收入 从效益 从运行效率等等 各个方面的指标呢 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保持在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 那么我们走到今天呢 我们可能也要 大家会想 为什么这个央企 国志位成立以来 17年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增长那么快 到底是什么原因 它增长的密码是什么 它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个人 总结了四个方面的红利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开放的红利 一个是改革的红利 一个是制度的红利 一个就是管理的红利 先来看我们开放的红利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央企与中国经济一样呢 分享了这个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一个发展的机遇 我要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2002年 我们中国经济加入了 世贸经济组织 所以我们的大门 一下下全球敞开以后 我们这个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 国内资源 国内资源 就是两类市场 两种资源 我们来进行配置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经济 又承接了 国外转移的一些 重要的产业 包括一些这个制造业 同时我们也加大了 走出去的一些 力度和步伐 所以我们全球的 经济增长的红利呢 中国经济风向的 我们央企也抓住了 这个机遇 这是第一个红利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就是改革的红利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中国的经济呢 是从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 然后88年开始呢 国资国籍的一个改革 03年呢 我们是深化了 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 成立了国务院国资委 目前呢 我们又开启了新一轮的 深化国有企业三连改革行动 通过这个十几二十年的改革呢 我们国有企业基本上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 市场的经济主体 我们有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 基本上与市场经济 实现了有机的融合 这个成就是非常巨大的 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能够取得 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也就是创造两个奇迹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个人理解啊 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经验 尤其是我们国有企业 在这里面呢 这个改革的红利更加明显 这个也是其他欧美一些 发达国家呢 所没有的 因为其他在一些欧美国家 它的国有经济体量比较小 因为多数的都私有化了 要么呢 它的国有企业呢 还保留一些的话 多数的经营的效率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国家的国有经济体量比较大 而且还进得这么好 我们跟这个国有经济 跟我们的民营经济 是这个双农驱动 共同推动我们中国经济 保持一个高速增长 这是我们分享的一个改革红利 这不仅仅是央企分享 整个中国的经济 也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红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红利呢 就是制度红利 这个我们都是从宏观上来看啊 比如说 我们中国建立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这样的一个制度 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 这个制度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自己给它总结呢 我们说 纯粹的社会主义 它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 纯粹的这个市场经济呢 它是私有制加这个市场 那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我们是把两种制度的优势 进了融合和结合 我们是公有制加私有制 我们是有效的市场 加有为的政府 共同构造了我们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所以我们的这个制度优势 特别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讲四种 自信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 重要的理论基础的 这是从宏观上来看 那么我们从中观上来看的话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 我们国有企业要建立这个 现代企业制度 就是四句话 要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 所以 国自卫成立以来 一直推动我们 央起 朝着现代企业制度方向 在构建 这个规范法案制的结构 在构建我们的产权关系 构建我们的管理 制度的科学性等等 所以我们在中观层面呢 是建立了 现代企业制度 这个为我们整个 中国中央企业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供了一个制度的支撑 那么从微观上来讲呢 就是我们企业内部 搞了三项制度改革 也就是三能 能净能出 能高能低 能增能减 这样的充分地激发了 我们企业的微观的 市场的主体的活力 所以这个制度红利呢 就是宏观 是我们整个大的社会的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中观就是我们建立了 现代企业制度 从微观来讲 就是我们内部的 三项制度改革 尽管还没有完全到位 但是已经迈出了 关键的步伐 这是我们的制度红利 第四个红利呢 就是从微观成本来看 就是一个管理的红利 以前呢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 可能这个管理很少 都是按照国家政府的指令 进行生产 它就是一个车间 就是一个成本的 费用中心等等 那么现在呢 我们企业都是市场的 经济主体 那么尤其是国资委成立以后呢 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的框架体系 强化了一些激励约束制度 对企业 强化了一些管理 规范了一些经营行为 包括我们的考核管理 我们的薪酬管理 我们的产权制度管理 我们的投资规划管理 还有我们局的全面预算啊 财务监管啊 等一系列财务管理 还有我们的一些干部管理 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呢 推动我们企业 规范经营行为 减少损失 减少风险 也是我们实现这个 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红利 这是我自己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中央企业 保持快速增长的 四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个是全球经济的开放红利 一个是我们国家持续不断的 推进了改革的红利 还有我们这个制度的红利的保障 还有我们自己微观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规范 带来的一些红利 那么总结起来 其实就可以用三个词 来这个反映我们的一个原因 就是取势 民道 优素 取势呢就是说 我们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 就是我们经济全球化 在那个大势 我们把握了这个发展机遇 民道呢就是说 我们遵循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 和我们企业管理的运行的规律 遵循了规律 第三方面就是优素 优素就是说 我们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 先进的管理思想 先进的管理工具 这一系列的内外部的宏观环境 和客观因素呢 推动了我们阳企 保持在一个持续快速增长 下面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中央企业的运行态势 要介绍中央企业的运行态势呢 就离不开我们对宏观的一些判断 我们要从宏观来看微观 而且我们还要预测一下 明年我们到底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运行的环境 所以呢这部分的内容 主要给大家介绍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个是宏观经济情况 一个是我们央企 总体的今年以来的运行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央企业的 一些重点行业的运行态势 以及我们央企 今年一个全年的目标任务 也就是两个力争 那么我们讲宏观经济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GDP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主要经济体的一个季度GDP 增速的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我们中国呢 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 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 比较好的增长 6% 但是今年因为新冠疫情 主要是这个 一月底二月 冲击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季度呢 是一个负增长 负6.8 那么我们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快速的恢复 我们达到了3.2 实现了正增长 但是美国和欧洲啊 日本啊 他们主要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呢 他们的这个疫情的冲击 主要在二季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二季度 基本上都是一个 深度下跌的态势 美国一季度是 正增长的0.3 但是二季度就下跌了9.1 日本呢 二季度是下跌了9.9 欧元区的呢 是二季度下跌了14.9 大家可以看呢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经济的负数 是远远领先于 全球经济体的 目前三季度数据也出来了 中国的三季度是进一步的恢复 达到了4.9 那么一到三季度累计呢 我们也实现了正增长 0.7 可能也是这个率先吧 在主要经济体里面 实现正增长 就是累计实现正增长的 这个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吧 我们中国 那么今年全联 这个全球经济 是一个什么的运行态势呢 这里有个IMF 预测的一个2020年 全球GDP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 包括跟晚年的一个对比 和未来几年的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预测 全球的经济 今年可能要下降4.9 去年大概是2到3左右 所以今年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呢 已经超过了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今年的这个GDP 刚刚大家给他看了一下 可能只有中国等少数经济体 全年累计可能能够实现正增长 其他的经济体可能难度比较大 那么我们要讲 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 就离不开投资 出口消费 这三架马车 从这个最新的数据来看呢 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运行特点 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特点呢 就是投资恢复比较强劲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出口的恢复是好预期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消费的复苏呢 相对来说比较疲软 投资恢复比较强劲呢 这个主要是得于我们现在 无论是我们的传统基建 还是我们现在提的新基建 还是我们5G 移动互联网 智能科技等等 一系列新领域的投资 现在我们各个企业都在加大 力度 强工期 强进度 强时间节点 力争把这个疫情期间 耽误的工期和时间都夺回来 所以这几年固定站的投资 增速比较快 就这几个月 包括未来几个月 可能也会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这个增长态势 第二个特点就是 出口的恢复要好预期 这个主要是由于 这个海外的疫情的影响 还在持续 甚至欧洲 我看又在第二轮的爆发了 第三轮的爆发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中国的那个疫情 控制比较好 同时呢 由于我们中国的产业链 相对比较完整 所以很多主要经济体的 一些产品呢 都要来源于中国 所以我们的出口呢 是要好于这个预期的 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呢 我们世界的经济 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 我们的中国呢 经济呢 也需要世界经济的支持 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一个彼此 这个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共同发展的一个经济体 消费的复苏呢 相对疲软的 这个可能分两种情况 一类呢 就是这种接触性的消费呢 受疫情的这个控制呢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是在网络上的 电商的这种恢复呢 还是比较强劲的 但是总体的这种消费的复苏 相对比较疲软 所以我们现在把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我们这个 未来几年的一个战略支点 这也是我们构建 这个双循环 这个新发展格局的 一个出发点吧 就是扩大内需 因为我们整体的复苏 还比较慢 这个就是一个出口的 一个增速图 这里面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主要经济体 进口商品来自于 中国的一个份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货物出口 按每月计价 已经同比增长了9.5% 那么前八个月 累计增长了0.8% 年内的累计增速 首次实现了正增长 右边这一个是 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 一个出口的增速 可以看一下 今年在一月份 可能这是一个 下滑比较明显的 一个态势 但是马上 我们称一个 微字型的快速反弹 那么消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年的消费 每个月都比较平稳 但是今年呢 二月份 这个下降很深 然后到三月份 稍微回暖一点 四月份又进一步好转 一直到八月份 才实现了正增长 总体来看呢 就是服务消费的恢复 要明显慢于三平的消费 总体的需求恢复进程呢 也是成为我们经济 是否能够持续增长的 一个关键要素 所以我们当前呢 库内需是重中之重 所以总数据 现在提出这个双循环 它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一个 新发展格局 它里面的关键也是要促进 我们的消费和消费升级 拓展国内的一个发展空间 这也是总数据的最新的 一个经济思想 下部我们可能叫 围到的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做好我们相关的工作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 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 那么我们明年 我们整个的经济会怎么走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分两个维度 一个是世界经济怎么走 一个是国内的经济会怎么样 对于这个经济怎么走 这样的态势呢 可能不同的人 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专家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 结论和判断 我这里面呢 主要是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吧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 基本上形成共识的观点 一个是关于世界经济 我们的初步的结论呢 还是将延续弱复苏的一个态势 那么中国的经济呢 可能会比较好 它将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 和需求的持续恢复呢 加快增长 这是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世界经济这个弱复苏的态势呢 我们初步的分析呢 可能主要有这么三个 不确定的因素影响 一个因素呢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就是疫情 明年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疫苗 那么国外的疫苗 明年能不能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确定的因素 还有第二个不确定的呢 就是单边贸易的保护 是否会持续的升温 这个可能也不太确定 另外还有个 就是地缘政治危机 是否加剧 这个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这个几个方面的不确定 导致我们整个世界的经济 可能都呈现了一个弱复数的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呢 就是明年的世界经济的增速 可能大概保持在 5.2或者是4.2 因为今年的基数比较低嘛 所以看上去 好像要高于晚年的水平 实际上是由于今年 深度下跌4到5 那么中国的经济呢 刚才讲了 我们普遍大家预测 对明年都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呢 预测是8.2和7.9 那么国内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 可能都是在7和9之间 大家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 说今年大概是2和3 那么明年是7和9 那么2加9呢除以2 那么这两年平均也就是增长了5.5 跟晚年也是保持在一个 相对平稳的一个增长态势 尤其是今年的基数比较低 所以大家觉得明年的一季度 可能会保持一个 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态势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初步判断 这方面的分析判断也比较多了 我们就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些理解和判断 下面呢重点把我们央起运行的情况 前三季度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通报 央起的运行特点有这么五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重点行业的生产经营 稳步回升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也就是我们的油电煤干汽车 等主要经营指标 我们监测来看的话 基本上恢复 或者是已经接近去年水平 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 第二个呢 根据我们掌握的财务数据来看的话 就是收入在第三季度实现了正增长 我们营业收入的第一季度是下滑了11.8 第二季度下滑了4.2 到第三季度就实现了正增长达到了1.5 那么一至三季度累计还是下降4.6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效益 效益呢在九月份的时候 月度净利润是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一到九月份的我们央企的净利润大概是9000多亿 一到九月份的净利润下降了13.6 但是比这个上个月是收窄了11.3个百分点 从全年的情况来看 央企呢按月度来看 最惨的这个是到四月份累计下降61.2 然后到了五月份开始收窄 下降50.3 到了这个六月份呢进一步收窄到37.7 七月份收窄30.8 八月份收窄到24.9 那么到九月份呢我们快速收窄13.6 也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五个月收窄 按照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我们觉得到11月12月 在养企的共同努力下 还是有可能把它实现正增长的 那么从季度来看的话 养企一季度的效益是下降了58.8% 二季度下降了20.4% 那么三季度呢是正增长34.5 而且是快速增长的大幅改善 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固定站 投资的增速创年类新高 第五个特点呢就是我们 降低全社会的运行成本 大概有1600亿 最主要是降电价降器价降租金啊 降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啊等等 我们降低1600 也就是我们央企目前 保持这样的一个运行态势 是在我们向全社会 降低1600亿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实现的 所以这个成绩确实非常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张是把我们 今年以来 我们央企的一个月度实现的 静静的一个变化图 跟大家展示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月份还是比较正常 那比去年略低呢 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春节在一月份 去年的春节在二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年的二月份比一月份 效益要少很多 所以我们今年的一月份 跟去年其实是有个 春节的不可比的因素 应该来讲是一个持平 或者是略有增长 如果是同口径提出的话 但大家可以看到 二月份 我们的净利润呢 基本上为零 就是个打平 好像我记得就是五个亿左右 零亏平衡点 因为是疫情冲击最严重 基本上全社会停摆 所以我们后来提 要复工复产复事 那么三月份呢 开始逐步地恢复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大家看一下 但是大家看这里面的数据 阅读里面 六月跟九月 冒得比较多 包括晚年也是 因为这两个月呢 可能都是要做一些 季节性的一些阶段 那么我们今年的 单月九月份呢 我们是达到了两千多亿 创历史统级新高 刚才介绍的呢 是我们央企的 总体情况 下面我们简单地 分行业来看一下 一些重点行业的情况 石油石化企业 石油石化企业 是我们央企的 重点行业 正常年份呢 对我们央企的效益支撑 贡献非常大 大概在15% 到18% 可以说是我们央企 效益增长的一个 定盘心和稳定器 但是今年呢 由于这个市场的冲击啊 各个方面的原因呢 这个油价比较低迷 所以我们石油石化企业 这个简历比较多 一到三季度呢 累计简历到800多亿 所以其他的央企 要补这个800多亿 确实难度非常大 但是好歹大家看这个图呢 我们在三月四月受冲击以后呢 我们到这个五月份 就开始正增长了 所以我们石油石化企业 现在目前已经触底回弹 而且持续恢复 三季度盈利水平明显修复 累计降幅呢 是在快速收窄 这样的一个态势 第二个重要的行业 就是电网行业 电网行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收电量呢 已经在五月份实现了正增长 而且成一个逐月回升的态势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降电价 降了按照支付工作报告 要降5%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电网企业 这个简历 一到九月份简历300多亿 所以这个两个行业就简历了1000多亿 其他企业补起来确实难度非常大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发电企业 发电企业呢 这个是我们压企业里面 到目前为止 就是为数不多的 就是增长很快的行业 其他的多数行业都在简历 只是它的降幅在收窄 而我们的发电企业 我们的增速由前几个月 是由负 现在开始转正 现在已经保持了快速增长 而且累计已经达到了26.5 这个是增速比较快 它这个增长比较快的原因呢 一个就是我们发电量 八月份开始转正 前面讲的是电网的收电量 这个是讲的我们发电企业 上网的发电量 八月份开始转正 尤其是央企业的发电企业发电量 那么发电企业的这个 它的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益的来源呢 就是这个煤价 煤价在这几个月 下降了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这是推动我们煤电 效益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发电企业的 其他的像水电 风电等 清洁能源的这个发电呢 发展比较快 而且它的上网的电价呢 相对煤电企业的电价比较高 这是我们这个发电企业 保持了一个良好的 快速增长态势的几个原因吧 一个是我们的电量上来了 一个是我们的煤的成本下去了 另外就是我们的清洁能源的电价 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水平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钢铁企业 钢铁企业呢 实际上到了这个 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产量已经超了去年 销量在四月六月都超了去年 但是总体权利还之前波动 全到九月份的一个实现情况来看呢 它还在减利百分之四亿 但是它减利的水平要好于氧企 整个氧企是减利十三点六 就是它的一个运行在我们氧企平均水平以上 那煤炭行业 煤炭行业刚才前面讲了 因为它的煤价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四 所以它整体的利润 现在还是下降了百分之三 但这个降幅已经在逐步收窄 各位说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煤炭行业跟发电企业 它要是一体化阴影 可能相对这个业绩会比较平稳 因为煤价高了 我们发电企业就亏损 煤价低了 发电企业好了 煤炭企业的效益不好 所以这个煤电连营 煤电连动 这个机制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我们扬起一个盈利大户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汽车 汽车是在四月份开始恢复 但是月度之间的这个销量 确实还不太稳定 那总体来看 它呈现了一个持续回转的态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净利润累计还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对扬起来讲 还有一个比较盈利大户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电信行业 电信行业总体来看 现在的生产经营 呈现的是稳重向好 效益呢 到九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持平吧 越有增长 它这个效益持平增长的特点呢 就是呈现一个 就是我们的增量不增收 增收不增利 这样的一个运行态势 就增量是增什么 就是我们的用户 无论是这个移动流量 还是我们的固定的流量 这个业务量都增长比较快 但是我们的收入水平 并没有相应的增长 尤其是我们的利润 没有保持重复的增长 这个的主要原因呢 我们分析下来看呢 主要就是持续多年 这个提速降费啊 实施以后 我们的移动支费 大概比这个一五年开始 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尤其是大家从切成体会来看 我记得刚开始我们 这个打手机每个月包月 手机费一百块钱 一百五十块钱 现在可能就六十块钱 八十块钱 一百块钱 就可以下来 所以我们那个电话费 是大幅下降 我们所有的物价都在涨 只有我们的通讯费 是在下降的 而且大家的用量也在增加 大家现在这个看视频啊 现在抖音啊 刷抖音啊 这些用量基本上不收限制 所以这也是我们移动 这个三大运萨 做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吧 效益下降的这个效益下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几年 尤其是今年吧 5G投入比较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5G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呢 我们三个运萨在加大投入 但是呢 目前的商业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我们的盈利增长点还没有找到 所以现在的5G的投入呢 我们只有资金的投入 只有资源的投入 但是没有带来相应的业务的增量 没有带来相应的业务的收入 只有成本的摊销 包括它的这个固定自然的折旧摊销 包括它本身的耗用 比如说这个耗电量 这是个比较重要的 三个运萨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 5G的耗电量 单战比4G来讲 就要耗电量要增加三倍左右 然后5G的基站的这个密度 又是4G的三倍 所以总体这样一算下来 简单一算 甚至乘数就是八到九倍 所以大家前段时间 新闻里面讲 很多5G的基站 晚上就给它关了 因为实在这个电量太大了 但是又没有收入 亏损 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运萨的这个 增量的业务 就是5G这一块的发展 还是比较艰难的 现在正在转型 和前期的投入期 另外一个重要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三大航 航空业 这次是受疫情冲击 最大的一个行业 它的这个 现在还亏损比较严重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 它的这个运量 国内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是恢复到 晚年的七十八十九十左右 它主要是国际上比较惨 大家都知道五个一的政策 现在国际运量 大概只有平时的 2%到4% 所以它现在已经 累计 三大航已经累计 亏了两百多亿 比去年来讲 同比简历了四百多亿 大家刚可以看一下 三大油八百多亿 两个碗三百多亿 三大航简历四百多亿 这几个行业就减历了一千多亿 所以现在 今年稳增长压力 确实是比较大 从我们刚刚数据的行业 可以来看呢 重点行业里面 只有我们发电企业 现在是快速增长 我们的电信企业 是持平略有增长 其他的行业 基本上还在减历 只是减历的降幅在收窄 我们航空是亏损 当然我们的效益 亏损也是在逐付的收窄 大概重点行业的 总体的一个判断 虽然我们现在 目前中央企业 总体的效益 一到九月份 还累计下降13.6 还在下降的通道 但是我们这个 下降的幅度在收窄 所以我们考虑呢 央企业呢 是我们国民经济的 稳定期和压长时 必须要为我们 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要做贡献 要为我们 今年的六文六保的任务 做贡献 所以我们想中央企业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水平 同时呢 也考虑我们 今年又是全面建成小汉社会的收官之年 所以必须要有经济的一个增长做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压企在这里面能够做表算 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呢 所以我们国之委呢 对中央企业提出了这个两个力争的目标 就是力争绝大多数中央企业效益要实现 持续快速增长 要力争中央企业整体效益实现增长 我们也测算了一下 如果要弥补刚才前面讲的三大油两个碗 加三大航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简历的一个缺口的话 其他的中央企业总体要增长10%以上 才能够保证我们中央企业总体效益实现增长 从目前九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 两个力争呢 确实是有希望 也有基础 有条件来实现 但是压力确实也比较大 挑战和困难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在10月22号的时候 国之委又再次召开视频会 进行了再次的动员部署 今年大家看一下 回顾一下 我们一季度开了视频动员会 二季度也开了视频动员会 三季度也开了视频会 可以说是伪领导师按季度召开视频会 这个在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今年确确实实太特殊了 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 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为了使大家能够实现两个力争目标 维利也想到很多办法 开展了提之真效 也出到了很多的奖励办法 也对大家提出了一些重点起的努力目标 目前呢 我们也正在逐步地落实 希望呢通过我们国制委和央企的共同努力呢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两个力争的目标 前面两个部分呢 一个是介绍了全国国有企业的情况 包括国有经济布局啊 我们央企所存在比重啊 另外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央企 今年以来的运行情况 包括全年的一个运行的预测 和对明年的一个宏观形式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下面呢我就想重点结合我们局的一个基本的职能呢 介绍一下我们委里面近几年对中央企业开展的一个财务监管工作 主要呢我想呢 介绍这个 我们建立的一个监管体系 就是为了的价值管理 我们提出来的 报告价值 创造价值和保护价值的一个管理体系 那么在介绍管理体系之前呢 我们简要地给大家梳理和回顾一下 我们国之委成立以来我们局的有关的工作 那么我们先对这个财务的管理工作呢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和这个理解吧 我们觉得对企业来讲的话 这个财务的管理啊 是现在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或者叫中心工作 我们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的理解和定位呢 有这么三个判断 一个就是说 财务资源是企业最基本的资源 因为我们理解你企业要办企业的话 你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 第二个判断呢 就是财务控制是企业最有效的控制 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建立一个直企业 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派CFO 然后要掌握资金的年签权 所以我们觉得财务控制 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控制 当然能够任命企业的领导层 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控制的手段 那么我们第三个判断和理解的就是财务风险 是企业最致命的风险 因为如果你发生财务风险 也就是说你爆发了债务危机 资金链断了 那么企业可能就会引发它破产清算 重组 因为一旦企业缺钱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银行的通常只做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它很少说血中送炭 说你缺钱了我给你贷款 银行都是追着特别有钱的企业 要去给它贷款 你缺钱的那个效益很差的亏损的企业 往往这个银行是要抽贷断贷的 所以这一块呢 财务的风险是企业最致命的风险 这是我们对财务资源的一些基本的判断 那么对出资人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财务信息呢 是我们开展出资人监管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 因为你企业干得好不好 关键是要用我们的财务报表数据来反映和体现 它也是我们其他的一些 要对养企进行考核啊 进行工资总要管理啊 包括我们干部提拔任命啊 它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依据 所以我们财务信息是开展我们出资人监管的重要基础 那么财务监督呢 我们觉得是解决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措施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出资人代表 把这个国有资产交给我们央企 这里面存在一个天然的委托代理的矛盾 一个突出的呢就是信息不对称 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财务信息 财务报告 我们的财务监管 来解决我们这个委托代理的矛盾 那么企业的管理呢 也是要需要持续不断的改进 所以我们的财务创新 是促进我们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 回顾一下我们 委里面成立以来财务监管局的工作呢 我给它封了三段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说就是打基础定制度 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财务的一些基础工作 在这个阶段起步 包括我们的决算 包括我们的预算 包括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基础工作 都是在这个阶段起步 然后出台了很多的制度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把我们第一个阶段出台的一些专项制度 要抓落实 而且同时要出创新 包括我们在这个阶段开始做了 什么委派总会计师管理啊 推进了全面预算管理啊 等等相关工作 都在第二阶段开始实施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要建体系 推转型 就是要推动我们的财务管理 由我们的以前 仅仅是报告价值 会计核算 要向创造价值 保护价值进行转型 要向价值管理进行转型 这是我们给它简单定义的三个阶段 这个呢就是 反映的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所出台的一个制度 看我们国制委 出了26号里 我们一个局的文件就占了11个主任令 那么这几个主任令里面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涵盖了我们基础的清涨合资啊 国有上统计啊 财务决算报告 经济审计 内部审计 国有证保值增值 总会计师工作职责 绩效评价 财务预算 资产损失 责任追究 境外国有上监管 11个主任令 实际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逻辑关系 既有事后的 也有事前的 既有做管理的 也有做评价 也有负责监督的和追责的管理制度 有管中大事项的 也有管总会计师的 这样的相结合的一些管理制度 大概有11个 第二阶段呢 就是抓落实的阶段 这个方面 这个阶段的主要就是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这六个方面呢 一个是以憨事资产为前提 包括我们的清掌合资 包括我们的决算 都是做这个 第二就是以做事赞本为基础 就是我们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也是以决算为主 第三呢 是以预算管理为牵引 第四是以监测评价为手段 第五是以控制风险为重点 第六是以监督检查为保障 这个是整个的监管的理念 就是规范高效稳健 这是第二阶段主要做的工作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就是要推动我们企业的财务管理 实现转型 就是从我们以前 就是战凡先生做报表 作战 从这样一些基础的管理来 要向价值管理转型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要找钱 挥算战 我们还要给领导做决策 所以我们提出来 我们财务的功能作用有四大 基础的四个方面 包括决策支撑作用 资源保障作用 价值创造作用 风险防范作用 这也是我们总会计师的 四项基本职责 也是我们财务管理的目标 就是你要为领导做决策 你要为我们集团的发展战略找钱 同时你要参与价值创造 同时你要做守好风险底线 这是我们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责 同时在这个财务监管体系里面呢 我们也提出来 要增强集团的管控能力 要构建集团化的价值性的财务管控体系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财务监督的 一个比较追求的一个 认为比较科学的 比较适应现阶段的一个财务管控体系 那么什么是集团化的财务管控体系呢 所谓集团化呢 就是我们更多的要强调 集团的管控作用 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改革的试点 提出来我们要打造小总部 大产业 那跟我们现在提倡的集团化 这个管控体系呢 我们理解也不矛盾 小总部大产业 我们理解这个小呢 并不代表这个总部很弱 也不代表这个总部不管你 更不代表总部要实施无为而至 我们更多的提倡的是 要打造一个强总部 打造一个管控有效的总部 所以我觉得该集团管的 我们集团一定要管住 要管好管稳 该下方给我们直写的 一定要 一定要放权 一定要放手 一定要放活 所以我觉得在集团的层面呢 重点就是要管战略 管发展方向 管资源分配 管风险防范 管队伍建设 把这些关键要素抓住 我们要做强总部 要做优产业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要构建 集团化价值性的财务管控体系 因为我们也从日常的财务监管 和一些责任追究的损失情况来看呢 很多企业 执企业出风险 出损失 出现一些违规问题 都是集团缺乏管控导致的 当然企业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集团的管控比较到位 集团的管控力比较强的话 执企业的问题相对会少很多 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性的 这个财务管控体系呢 就是我们财务的管理啊 不仅仅是从以前的反应价值 报告价值 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和基础工作 出发 更多的呢 我们强调的一个价值的 全面条的管理 要以价值为导向 要以这个报告价值为基础 要以创造价值为目标 以保护价值为支撑 实现一个全价值链的 一个全面管理 这是我们构建 集团化价值性财务管控体系的 一个核心内容 下面咱们就围绕着这个价值管理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价值报告 价值创造和价值保护方面 在基础监管 体质增效和防防风险方面 所做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围绕的价值报告 夯实财务基础监管工作方面的 三个重要基础工作吧 这也是我们局的立足资本 一个是全面预算管理 一个是决算管理 一个是总会议司委派管理 我理解呢 全面预算管理就是 事前报告 财务决算管理呢 就是事后报告 总会是委派管理呢 就是随时报告 所以我们经常说要 事前算赢 事后算准 事中要算轻 就把你创造的价值 事前做预算的时候算赢 事中的时候 给它算清楚 到底是创造价值 还是损失的价值 事后呢 反映你的价值要算准 要真实可靠 这就是我们全面预算管理 财务决算管理 总会是管理的基本点吧 那么全面预算管理这个工作 我们局里面呢 是从以前的财务预算 向全面预算管理 来进行深化和转型来推动 这个全面预算管理 我觉得对于初次来讲 由于说我们局来讲 我觉得这样工作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我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呢 全面预算管理 是我们公司法赋予股东的 一项重要的职责和权利 也就是批准企业的预算方案 和预算的这个目标 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 应有的权利之一 所以我们也是 落实公司法的一个重要职权 第二个我理解我们全面预算管理很重要呢 是因为我们这么考虑的 国资委跟企业 我理解啊 签订了两份重要的契约 一个契约呢 就是公司占成 另外一个契约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预算 公司占成呢 我理解 它主要是用来确定 公司的各个自立主体的一个责任边界 包括这些自立主体的权利义务 和它的一些重要决策 意识的一些规程和一些流程 包括哪些事情要上董事会啊 哪些事情要报股东批准啊 哪些是管理层我要做的啊等等 这是在公司占成里面 在公司成立之初 或者是公司改制的时候 双方的一个约定 我觉得是公司占成 它相当于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宪法 这样的一个作用地位 它是一次性的 当然它也可以 中间也可以进行调整和改进和完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预算管理 这个是每年一次的 我觉得这个预算管理 为什么说是 出资人跟企业的一个契约呢 我觉得它是 代表出资人每年 对企业经营目标的一个要求和约定 是我们企业经营管理层的一个主框架 前面讲公司占成 它主要是约定公司自立的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流程 那么我们的全面预算管理 是约定我们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目标和主框架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在企业的内部 我觉得全面预算管理应该成为公司占成以外的第二部宪法 所以大家如果把上到这个高度来看 我们全面预算管理 它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呢我们国院国资委呢 前几年呢 专门对中央企业提出了建立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要求 下发了相关的文件 这个文件就叫做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 提出了七大要求 这个七大要求因为都考虑大多数中央企业都没有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以前只有财务预算 说实在的财务预算更多的 我经常说他们是报表预算 数据预算 数据对数据的一个预算 而我们真正的全面预算是要从业务预算开始 包括要包含你的投资预算 薪酬预算 现金流量预算 投投资预算等等 然后综合到我们的财务预算 而且我们的这个全面预算 也不仅仅是说一个预算报表的编制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一个管理体制 管理的系统 所以我们提出来 企业要做好全面预算 首先必须要完善你的一个组织的管理体系 包括预算管理委员会 包括在集团层面有专门的预算管理部门 要健全组织体系 同时呢要改进你的预算的编制的方法 另外还要推动一些对标的管理 尤其是要向一些先进企业 优秀企业对标 包括你的成本费用压控 你应该压多少 很多企业都是跟历史比 说下降2% 下降10% 下降20% 实际上更多的应该跟你同行业比 就是说你费用支出的标准 应该跟同行业有个参照对比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也在建立这个对标库 所以我们这里提出来要积极推动对标管理 同时还要加强一些关键预算指标的控制 就是说不仅仅是要有一个 尽力度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目标 有一些关键指标 代表你运行质量的一些指标 包括两斤啊 周转率啊 包括负债率啊 等等这些关键指标 每年应该要提出一个持续改善的一个预算的管控目标 同时呢 预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要强化预算的这个甘性约束 就是说你定了目标之后 实现了没实现都一样 那你这个预算管理就失去了它的约束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预算要硬约束 要甘性约束 以前呢大家都讲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预算软约束 就是第一没有预算 以前国有企业可能 有了预算呢 也就是两张皮 预算是预算 经营是经营 管理是管理 脱节脱钩 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算 纳入你企业经营管理 尤其是要跟考核啊 薪酬啊 干部管理要挂钩 所以我们这里强调 我们的预算管理 还要加强预算的执行结果的考核 同时呢 你要做好这些预算 尤其是刚刚讲 要对标 要预测分析 要判断目标 要合理配置资源 所以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 有强大的信息系统的支撑 现在大家的信息系统可能相对来说 都比较健全了 我们在这个好像是 一几年 一四年 一一年出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那时候信息化建设可能刚刚起步 所以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全民预算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系统呢 我们提出要强化信息系统的建设 那么国资委呢 每年呢 也要对中央企业来布置预算 大概在每年11月的时候 就对未来的一年的经济形势 进去预判 结合央企业的运行态势 结合党中央国务院 对国资委的一些工作的要求和决策部署 我们提出来中央企业第二年的一个经营目标的一个安排 包括一些关键指标的控制的一些目标 包括一些专项任务等等 都要提出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对央企提出一个保五振六的一个效益指标的目标 那么去年呢 就提了一个保七振九的效益指标目标 当然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疫情的这个冲击是所谓这种黑天鹅 黑天鹅事件 是大家没有遇到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当然我们的预算指标也可以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那正常年份没有特殊的事件的情况下 预算指标都是要甘心约束 都是要说到做到 都是要进行考核 刚才讲的全面预算呢 主要是在国资委层面 初资委层面 实际上全面预算管理 我理解更多的是我们企业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现代工具 我们认为这个预算的管理呢 它有三大功能 它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刚刚讲的 是一个科学的管理工具 它是落实我们集团发展战略 配置资源 防风险 控成本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工具 因为你要做好战略的配置 战略的落地 资源的配置 风险的防范 刚刚讲了 除了要有新系统以外 你还要有一些预测模型 你还要有一些评价的方法 你还有很多的对标的库 所以它有很多的管理工具 第二个呢 我觉得预算管理呢 它的功能作用呢 它是一个运用这个 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 融合了我们的经营预算 我们的业务预算 包括我们的资本预算 薪酬预算 财务预算 一体的一个综合管理系统 所以我们对预算的定义是 它是一个科学的管理工具 同时它又是一个综合的管理系统 同时我们理解的预算呢 它还是一个有效的 一个管理机制 因为预算呢 它要对未来的形势 要进行判断 要对战略目标啊 对经营目标啊 预算的这个企业的领导啊 跟部门啊 跟职企业啊 集团跟职企啊等等 相互之间呢 要进行沟通协调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预算的管理是对 未来形势判断 发展战略经营目标 进行认识统一 邻居共事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它是一个协调多种目标 和平衡各方利益的一个 沟通的平台 它也是完善我们公司治理 实现这个决策 科学化 民主化 和我们管理的精细化 集约化的一个内生的机制 这是我们觉得 这个全面预算管理 应该在企业的这个管理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经常来评价 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高低的话 全面预算管理水平 应该是可以衡量 企业管理水平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词 当然我们这个 全面预算的管理 也要对接我们 其他的一些管理系统 包括我们的战略管理 包括我们投资管理 包括我们的风险控制 还有我们的业绩管理 和业务管理等等 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系统 就预算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刚刚讲了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 编制报表的一个工作 而是一个管理系统 管理机制 管理平台 大家对这个预算的管理 一定要上到这个高度 来认知这个全面预算管理 一定要把全面预算管理 进一步的憨实 真正的发挥 这个预算管理 在这个落实战略 配资源 控风险 这样成本的作用 那么相对于前面讲的 全面预算管理呢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财务基础监管的 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绝算管理 绝算管理 刚刚说了 它是一个 事后报告信息的一个工作 它就是说 你企业干得好不好 干得成绩如何 需要给出资人 给国际委 要报告一个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 就是你的绝算报告 所以我们对绝算的定位呢 有这么几句话和认识吧 我们这个绝算报告 我们理解 它是企业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一个综合反应 因为里面 绝算里面 它三张表里面 我们资产负债表 反映你这个资产负债的结构 我们的利润表里面 会反映你当年收入是多少 成本是多少 利润是多少 所以它这个绝算报告 是我们企业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综合反应 同时它又是评价我们企业 经营效率和效果的 一个重要的工具 也是我们国际委 开展各项监督工作 制定相关政策 做出科学决策的 一个基础支撑和重要依据 所以我老说我们局呢 就是我们为力的一个基础局 提供决策支撑的 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觉得这几个很关键 一个是这个信息的真实可靠 是我们财务决算的一个生命线 另外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职责 就是一个要通过我们决算管理 去发现企业的管理问题 揭示企业的经营风险 所以我们对这个决算管理呢 我们的定位有三大功能作用 一个就是通过决算管理 去发现问题 一个呢就是通过决算管理 去进行评价 一个是通过决算管理 去进行风险的揭示和提示 那发现问题呢 主要有核算方面的问题 管理方面的问题等等 这个问题呢主要包括说 你有哪些在这个 违纪违规违法的问题 在核算方面 你有哪些信息不真实的问题 包括你的这个简直准备 计题是不是充分啊 起初数是不是有大额的调整啊 你的合并范围是否规范啊 现在发现很多企业 都利用合并范围来调节利润 它怎么调节呢 主要就是说 对一些亏损企业 它不纳入合并范围 因为纳不纳入合并范围 按照新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呢 它是以控制力 作为合并的基础 不是以股权的比例 不像以前传统的会计核算 说超过50你必须合并 现在是说如果你超过50 你没有控制力的话 你也可以不合并 你不达到50 但是你有控制力 你对董事会有重大的影响力 和这个控制力的话 你也可以合并这户企业 这就给我们企业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调节的空间 那么对一些亏损的职企业 如果它全资的话 它肯定很难出表 除非它说 我要进入这个破产清算 这个按照我们会计制度和准则 也是可以展示不并表的 但是其他的 它如果亏损很严重 然后它做一个公司制度上的安排 说我对这个钱没有控制力的 按照我们合并报表的规则 它就可以不并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亏损只是要反映 在合并层面 只要反映它的这个 按股权比例承担的损失 那么其他的 像内容总额的亏损 它就不用全额承担 所以它达到了一个 亏损出表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在决算中呢 也发现个别企业 还存在这些问题 包括有个别企业 有一些钱贵挂账 还做一些假账 做一些虚账 做一些花账 这些职企业可能都还存在 因为它有业绩考核的需求 也有其他的一些 粉丝报表的一些需要 所以在会计核算方面 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这几年我们的决算审核 都发现了一些问题 绝双管理的第二个 总要的功能 就是进行评价 这个评价呢 我给它总结呢 主要围绕到四个方面 进行评价 一个是评价它的信息质量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你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 会计信息 要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依据 要作为你薪酬 封闭的依据 要作为你国有资本预算 上较国有资本的依据 要进行经营成果的确定 要进行这个 国有资本保值的清算等等 所以这个信息 是否真实 是我们这个决算 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评价你的信息质量 是否可信 还是不可信 还是造假比较严重等等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 比较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 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更换的话 这个企业的会计信息 会暴露很多的潜亏 我们曾经有一个企业 很极端的例子 就是 报预算的时候 全年要盈利100亿 等到这个年中 换了一个新领导 然后这个同样的 财务部长和总会 就到国家里来反映 说哎呀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今年的这个 经营形势不好 我们还有很多潜亏 我们的这个预算 目标进行调整 这个要调整亏50 由盈利100亿 到亏50 也就表明这个企业 里面以前有很多的 潜贵挂账 所以我们的新领导 来了之后呢 都希望一次给他 通过相关的一些 核算政策 给予支持 能够提足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可能要引起 我们的关注 我们在评价的 第二个方面的 多样内容 就是盈利指南 盈利指南就是说 虽然看你赚了200亿 但是我们要看你这个200亿 是怎么来的 是主业赚的 还是卖资产赚的 还是炒股赚的 然后你这个盈利 是一次性的 还是可持续 是每年都有 还是今年一次性的 是非经常性收益的 还是其他的等等 你包括今年的这个 很多压企 有这个两个力争的 目标的压力 同时呢 由于这个金融准则的变化 明年的很多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卖了之后 它只能尽权益 所以今年可能这种 非经常性的收益 可能相对会比晚年多 因为今年呢 这个企业生产经营 确实比较困难 所以靠这个非经常性的 来弥补这个企业的 经营绩效 今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正常年份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 分析企业的利润的来源 做一个科学的评价 第三个在决算里面 我们要进行评价的呢 就是对企业的 整体的资产质量 要做一个评价 就是我们通过决算里面 发现很多企业 常年有很多的这种仓股啊 这种股权投资 成本很多 占用资产很多 但是常年不分红 还有很多的企业 两金规模很大 尤其是常占领的 两金规模很大 还有一些企业 三月很高 每年都在提减质准备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资产质量 可能就比较低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来说 要加大这个 非主业 非优势资产的退出 要加大低效无效资产的退出 也就是现在我们给它 总结归纳成 两非两制资产 这个两非两制资产就是指 非主业 非优势产业 两制就是指的 低效无效资产 低效资产 无效资产 这也是我们在决算里面 发现很多企业 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 如果这样的 比重比较高的话 那就表明它的资产质量比较差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加大力度 要求企业开展 两非两制的清理 正在我们落实的 三联改革行动方案 里面也明确了 要清理退出 这个两制两非 第三方面的这个评价呢 我们就要评价 它的运营的质量 运营的质量就是 你的企业的运行效率怎么样 你的周转效率怎么样 你的这个成本费用利用率怎么样 你的亏损面怎么样 你的营业利用率怎么样 就是你的运营质量 这是我们在评价里面 要评价它的信息质量 盈利质量 资产质量 运营质量 四个方面 同时我们在 决算里面呢 还可以揭示 企业的经营风险 包括它 是否存在债务约风险啊 是否存在的 投资损失风险啊 金融衍生业务 有没有发生损失啊 境外走出去 有没有风险啊等等 最后在决算里面 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反应 所以决算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发现问题 开展评价 然后 这几年呢 我们利用了决算管理 也对企业 进行了很多的 问题的通报 对一些 发现重大问题的企业呢 我们也开展一些 总管理事的约谈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个中央企业 对这个财务决算管理 还是比较重视 尤其是今年 我们中央企业的 决算管理通报 是在视频会上 下发给企业董事长 所以很多企业的董事长 都批复 这个决算问题的整改 落实到部门 落实到这个 具体的责任人 推动我们企业的 规范管理 为了价值报告的 第三项基础工作 就是 总会计师的委派管理 总会计师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我们的班子成员 但是实际上呢 总会计师这个称呼啊 它实际上是 曾经的一个计划经济的 遗留下来的产物 所以以前的总会计师 在企业里面呢 这个地位不是很高 排名也不是靠前 甚至总是排最后 那么为了适应 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要求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 发展的需要呢 我们感觉这个总会计师 他还是不同于 其他的三总师 比如总工程师啊 还其他的什么 总师的一些岗位 我们觉得他更多的 还是一个管理的岗位 一个专业的岗位 所以我们在前几年 专门下发了 中央企业总会计师 工作职质管理掌心办法 推动我们总会计师 进班子 进党组 参与重大的决策 而且我们总会计师的 现在的排名 也是跟其他的副总一样 根据时间先后排名 就不总排最后了 所以在总会计师 职责管理方面 我们这几年 还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是呢 总体感觉呢 由于这个企业总会计师呢 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 由于各个方面吧 包括总会计师自身的原因 包括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原因 导致呢 感觉这个总会计师的作用的发挥 还没有完全到位 尤其是对于一把手的监督的作用 没有充分的发挥 因为在前几年 这个无论是审计啊 巡视啊 发现很多这个央企的一把手 主要负责人出事 那么大家都知道 出事肯定要动钱 那么动钱的话 那总会计师 财务部长 对他的一个监管 可能就没有完全地发挥出来 所以在15年的时候 深化国企改革的20号文件里面 明确提出来 要开展总会计师 由旅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委派试点 同年呢 另外一个文件 叫加强监督防止国有资产 刘氏的叫79号文里面 也明确强调 要开展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向所出资企业 依法委派总会计师试点工作 强化出资人 对企业重大财务思想的监督 所以开展委派总会计师的 一个根本的出发点 还是要加强出资人 对企业重大财务思想的监督 这是我们开展总会计师 委派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所以我们在15年的时候 为了落实这两个文件呢 我们出台了 关于在中央企业 开展总会计师 委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之发评价 2015 175号文 那么委派总会计师 跟前面的这个总会计师的管理办法 也就是一般总会计师的管理上面 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或者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呢 就是我这里给大家列到的 就是管理的体制和管理的方式上 由传统的任命制改为了委派制 也就是说总会计师是由国之委 从其他单位派完你企业 做总会计师 不像以前就是国之委通过你本单位 提拔你的本单位的财务部长 审计部长做总会计师 那个叫任命制 现在的委派制呢 是由国之委从其他单位 派出到你的这个单位来 所以他是依法合规的委派 他的独立性更强 当然现在的干部呢 管理可能不一定权威啊 我理解有三种模式 一个就是任命 刚刚讲的董事长啊 总经理啊 包括其他的副总就是任命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种 叫委派制 一个是任命制 一个是委派制 还一个叫派驻制 在纪委那条线可能就是派驻 他的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属于中纪委 或者属于国之委纪委派到企业去 他的关系啊等等 可能都是在国之委纪委 但他的薪酬管理可能是在企业 他有很多的这个管理的模式吧 他更加独立和权威 现在目前委派总会计师 他的工作的关系 跟其他的副总是一样的 薪酬也是跟其他的副总是一样的 但是在工作的职责 和事项的报告 包括了监督职责上 可能也要求跟其他副总不一样 这是我理解这个委派总会计师管理的 跟普通的总会计师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他在干部的任命上面 由以前的任命制变为了委派制 而且原则上是不在本单位产生 同时还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实行了任期制 也就是要三年一个任期 最长两个任期 以前没有实行委派总会计师的时候 我们很多企业的总会计师 在本单位可能都干了十几年 既不交流也不笼感 这样的可能对 以前一八手也不交流 也不笼感 这样的可能对一八手的制衡作用 可能就要打折扣 所以现在要通过我们的制度安排 委派制任期制 另外还有就是交流制 就是你到了两个任期 也就是满了六年必须交流 这是硬杠杆 以前十几年也不交流 这是我们总会计师委派的 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什么样的人 可以做这个总会计师呢 这里面给了五个方面的条件 强调了他的专业背景 就是我们的专业学历 还有他的职业资历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等等 注册审计师 评估师 可能都可以做总会计师 第二个方面的这个资格 就是履职能力 包括你的决策判断 经营管理 沟通协调 监督控制 开拓创新 这个其实都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第三个方面就是你的岗位经历 就是你的相关的岗位经历 就是领导岗位的经历 相关领导岗位经历 可能要有 包括你的这个专业岗位经历 要十年以上 就是要有一定的经验 第四呢 就是强调了职业操守 这个职业操守就是 依法合规 谨慎稳健 专业高效 清正连结 这是既有一般的做领导干部的要求 清正连结 也有做总会计师的一些专业上的要求 比如说要谨慎 财务要稳健 要专业 要高效 这是对我们总会计师特殊的职业岗位的要求 另外就是领导的经历 就是要在集团部门政治干了三年 或者是你是重要职企业风管领导做了三年 这个具备了做委派总会计师的职质和条件 那么总会计师有什么权利呢 有什么职责岗位要求呢 在这个委派总会计师的办法里面 给了五个方面 一个就是负责财经业务的管理 包括一些基础的职责 包括要参与价值创造 包括你的资金保障等等 第二个方面就是明确你的岗位职责 要参与经营决策 包括你给领导人提供决策支撑 要发挥你的专业优势等等 第三个职责就是要协助组织 做好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就是财务内控肯定是总会计师的基础职责 就前面基础职责行的财务内控 这里面讲的协助组织内部控制 是包含了其他的一些业务控制 包括内控的建设 执行和监督等等 第四块职责就是你的队伍建设 财务人的队伍建设 包括你培养你执企业的总会议师 包括开展委派总会议师的管理 包括你财务部长等等 这个整个财务队伍的培训建设 队伍的管理 都是总会议师的重要职责 第五个重要职责就是 及时报告重要的经营事项 就对重要的经营事项定期报告 尤其是你发现了一些领导人的违规问题 发现企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损失 或者是风险的时候 你要对他进行权力制衡 你要及时向国资委报告 这个是明确在委派总会议师里面强调的报告制度 另外就是国资委交办的临时事项 所以岗位职责主要有五个方面 那么委派总会议师与一般总会议师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个人理解 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在定位上 在定位上 这是所有区别的出发点 这个定位上来看的话 就是委派总会议师的定位 一定要清楚 你是双重职责 普通的一般的总会议师 没有强调 委派总会议师 我们是明确 你是双重职责 哪双重职责呢 一个重要的职责 还是跟一般总会议师一样 你是经营管理层的一员 你要参与经营管理 你要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负责 你要对董事会负责 这是你作为经营班纸的成员 你的一种管理职责 那么双重职责 另外一项重要的职责呢 就是一般总会议师 没有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你要代表出资人 对经营管理层进行监督 你要对国支委负责 也就是前面讲的报告制度 你发现主要负责人 有问题 有违纪违规行为 然后发现企业出现了重大的损失风险 要及时向国支委报告 如果不报告 你就是失职失责 如果报告了 你可以相对的 如果你没参与决策 可以免责 所以这个报告制度 对委派总会议师非常重要 这是从定位上 那么我们从这个 业务丰功的方面来看呢 它的这个区别呢 主要是这个四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金融业务的管理 这个是明确 委派总会议师必须管金融业务 因为我们了解到 不是委派总会议师的 有些金融业务 可能是其他的副总管 这个现在我们办法里面明确 制度安排 金融业务必须总会管 第二个的这个区别就是 由推行财务预算管理 到组织或参与组织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就是以前我刚才讲的 最早我们是推财务预算 全面预算是后面几年实施的 所以因为你全面预算 不仅仅是财务预算 它有业务预算 还有经营预算 还有资本预算 还有等等方法面 还有工资薪酬预算等等 所以呢 这个企业的全面预算 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 和不同的管理部门 所以对于全面预算管理呢 我们是要求总会议师 要组织或参与组织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但是财务预算管理 肯定是总会议师的职责 第三个就是协助组织 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这个刚才讲了 财务控制是总会议师的职责 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就包括其他的业务 控制机制建设 总会议师是组织 协助组织 第四项区别就是人事权 就是任免和考核 由下一期企业总会 延伸到重要企业的总会 由参与培训和考核 到明确要求任免评价 考核和讲诚 要听取委派总会议师的意见 就是总会议师 委派总会议师 在你的人事任免权 也就是在你下一期 总会议师的任免权里面 除了培训和考核方面 你有发言权以外 在他的任免评价 考核讲诚方面 你都有发言权和建议权 这是在业务奉公方面 那么在职责奉公方面 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 还是要强调 我们总会议师的专业优势 也就是说 你在给董事长 在企业做决特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出 你的专业审核意见 不仅你要提出来 而且我们强调 这是提交董事会 决策的必要条件 就是董事会 对一个重要事件 进行决策 必须要听取 总会议师的专业意见 如果总会议师 不发表意见 董事会做这个决策 就是违规 就不符合规定 这个对我们发挥 总会议师的专业 又是这个来讲 做自动安排来讲 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在职责封工里面 第二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前面讲到的 要注重发挥 我们总会议师的监督职责 我们有权制止 或者是纠正 企业主要领导人的错误 而且对一些重大的风险 要定期报告 第三块就是 职责呢 我们强调了一下 就是要注重于 企业内部管理 进行衔接 就是说刚才双重职责 它其实是 有点矛盾的 就是怎么把那个 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和对企业主要负责人 进行监督 两个职责 进行统一和衔接 就是你不要光去监督它了 你如果只做监督 你就没办法融合 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 如果你深度地 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 你又很难 有独立性 来进行对它进行监督 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 所以在这个 职责丰工方面呢 委派总会议师的办法里面 特别强调 我们委派总会议师 要注重以企业的内部管理相简介 同时呢 在制止或纠正无效的情况下 要提醒企业负责人 处理重大事项报告 要与这个企业负责人 进行充分的沟通 这也是保护我们 总会议师的一个制度安排 前面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围绕的报告价值呢 向大家介绍了 提前报告价值 预算管理 事后报告价值 绝算管理 还有一个 即时或者叫 随时报告价值 总会议师的管理 三个方面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呢 主要就是 围绕着价值创造 介绍一下 近几年我们 委里开展的 提示真效工作 这里面主要介绍 三个方面内容吧 一个就是提示真效的 一个专项行动 简要的介绍一下 另外就是 我们的储家制困 第三个就是 两斤压控 因为这两个专项工作呢 跟我们的创造价值 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储量制控 基本上都是亏损企业 那么我们把 储量制控工作完成了 那就是止住了 企业的出血点 那止住了叙血点 我们叫 减亏就是真效 所以它对 提示真效的作用 特别明显 这两年的 这个储量制控的成效来看 也确确实实发挥了 对我们增长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那么两斤的压控呢 它可以通过 这个压低两斤的规模 来提高我们的运营效率 从而防止我们的减值的损失 这对我们的提示真效工作 也是非常直接的 这也是我们局抓的 几项重点工作 简要介绍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提示真效的 一个专项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提示真效工作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 考虑和原因吧 大家都清楚 今年这个疫情冲击太大了 对我们的一些重要行业 都是简历 我们前面回顾了 这个油啊 电啊 除了发电是真利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简历 航空还亏损 所以为了稳住我们 整体中央企业的经济 基本盘吧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就对中央企业提出了 目标不变 任务不减 这样的一个目标引领的 一个要求 这是第一个大的背景 第二个大的背景呢 就是现在效益下降 尤其在二月份的时候 央企的利润 净利润下降了 接近50% 单月只有五个亿 这个是在历史上 从没有过的 一个盈利水平最低的 一个月度吧 可以说是 然后三月的时候 又四月的时候 继续下降 降幅继续扩大 到58.8和61.2 所以这个 效益的冲击比较大 为印度 应对这个 疫情的冲击呢 发挥我们 央企在国民经济的 作用和地位呢 所以我们当时 就提出了 2020年的目标 就是央企要 做好六吻工作 落实六宝任务 做到两个力争 这个力争就是 总体效益正增长 多数企业持续快增长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么为了 做好这项工作呢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下发了专门的文件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 要求 包括抓好 常态化的 疫情防控 稳定这个生产精英 基本盘 第二个方面 就是加大 降本节制的力度 努力挖浅增效 第三个方面 就是扎实 推进瘦身舰体 提升运行质量和效益 第四个方面 就是结合今年的 全面生化改革 要提升 征收 创效的内生动力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要 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 增强我们企业的 发展后劲 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要 加强风险管控 牢牢 手足不发生 重大风险的底线 六个方面 那么第七个方面呢 主要是 我们国资委 要给大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助力我们企业 实现这个发展目标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 重要的工作 下发专门的文件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举措 同时 委里面呢 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 因为大家看 这个文件的要求 基本上涉及到 全委所有的 听局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小组 基本上 全委的各个业务 听局都参加 那么 委领导呢 是按月调度 召开这个 提值真效的 专题会议 每月呢 就重点研究 几项重点工作 进行推进 还一个重要的工作呢 就前面也讲了 就是 国际委的 郝彭书记呢 按季度召开 这个视频的动员会 这个在历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这个 我们把提值真效呢 作为今年委内 两大专项任务的 重要专项工作 这个两大专项工作呢 一个就是 要实现两个力争目标 一个就是要推动 改革 这个三联行动的落地 这是我们 这个今后一段时期的 委内的两大 重项专项工作 所以 委领导特别重视 这个提值真效 按季度召开 这个视频会议 多次进行动员部署 提出明确的要求 为了做好提值真效 工作呢 我们局里面牵头呢 还对这个委领导的任务呢 进行了分工分组 然后委领导进行 对一些重联企业呢 进行分组督导 跟这个重联企业 开展一对一的这个指导 而且我们也给这个重联企业 下发了一对一的这个文件 要求明确要求你实现的 努力目标 同时我前面也介绍了 我们考夫配局呢 为了这个权委的提值真效工作呢 还下发了专门的 这个激励政策文件 包括在考核啊 薪酬啊 这方面的支持政策 也是委里面成立以来 这个支持的力度 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从目前我们 调研督导的情况来看 多数企业 还是能够实现 我们国资委 给我们企业下达的一个努力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信心 来完成这个两个力争的目标 但是难度也确实非常大 我前面讲了 一个是让利一千多亿 一个是我们减利一千多亿 这个都需要我们其他养企来补上 所以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提值真效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专项工作 就是储疆之困 或者叫亏损企业治理 这项工作 不是今年才开始的 而是从15年16年就开始了 这个大的背景呢 就是15年我们 这个总书记做出这个 工程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署以后 我们三去一步一降 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产能 那么去产能的很多企业呢 就成为了僵尸企业 它占用了我们大量的一个资源 所以当时总书记呢 就亲自部署了这个储疆之困的专项工作任务 而且多次过问 多次来推动相关的工作 把这个储疆之困呢 作为去产能的一个牛鼻子 来抓实 抓好抓稳 国资委呢 也是高度的重视 率先在16年 就开始启动了这个储疆之困工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那首先就面临的 我们要对储疆之困的标准进行定义 进行识别 进行界定 所以我们但是就提出来 对这个储疆之困 提出来三个认定条件 这个三个认定条件呢 分别是从财务和生产经营 等方面来提出来 第一个条件就是 已经停产六个月了 或者是半停产十二个以上 主要靠政府 或者是集团总部来补贴 或者是银行来续带存活的 这些企业 可能就是僵尸企业 另外还有就是像 资不抵债了 扭亏无望啊 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啊 不具备财债能力 还有一个财务指标 就是连续亏损 盈利能力很差 或者盈利这个 亏损不出三年 但是未来可能还会持续 亏损和违离的企业 主要从财务和生产 两个方面 对这个僵尸企业进行了认定 那么我们国资委呢 也按照这个标准 对我们央企前面讲的 大概是五万户之企业 进行了逐一的识别和筛选 最后确定了 规模相对比较大的 工业类企业 大概是两千多户 作为国资委 要开展的储疆自困的一个范围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措施呢 就是通过三个一批 来完成储疆自困 这三个一批呢 分别是 这个 破产退出一批 然后是 重组兼并一批 还有改造提升一批 通过三个一批呢 来实现这个储疆自困的治理任务 目标呢 但是就是说 通过三年的事件 来完成这个储疆自困的主理任务 大概由于它是僵尸企业 它都是亏损企业 都这个生产 都不能接续 都难以存活 所以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呢 难度很大 尤其是 不能够都关掉 不能够都破产 不能够都出勤 我们很多企业 还要通过管理提升 通过监聘 重组来 这个达到储疆自困的任务 所以难度比较大 那么即便是在出勤当中呢 我们也面临了很多的难点 比如说我们总结了 有五大难 第一个就是资产处置难 你要把这个企业出勤 那你要把它的拥有的资产 给它变卖掉 那它这些资产很难卖 因为它的低效无效资产 没能摘牌 然后评估的价值 没能摘的话 还要重新进产 所以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很难处置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欠的钱 欠银行的钱 那不能不还啊 那银行也是市场经济主体 这么大规模的债务和销 它也没有承受能力 所以就要做债务重组 那么做债务重组的话 这些企业未来也难以持续 也难以盈利 短期内也难以盈利 难以产还债务 而且很多企业的这个债务 又是集团伟代的 所以这个债务也很难处置 第三就是人员安置比较难 因为像去产能的这些企业 这些人员都是一些 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个矿商 矿区的一些老员工的 年龄比较大 技术技能也不多 所以再转赶 再安置难度也比较大 如果不安置的话 我们就得让他回家 回家就得给安置费 那么这个安置费用也比较多 所以财务的压力比较大 资金压力比较大 第四个就是把企业破掉 企业破产清算 但是企业破产清算呢 因为涉及到维稳 所以地方政府基因性不高 然后法院的承接呢 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这个也很难短期内完成 还有就是 不行就把公司给注销掉 但是工商注销呢 又面临很多前置程序 比如说你要把税务要清缴掉 你不能够欠五险一金等等 你不能欠债等等 这个企业要关确实也比较难 所以当时把这些企业在出清的时候 就面临把资产处置很难 债务要处理很难 人员 然后要把整个企业除掉也很难 但是好歹这个工作呢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决策部署 各个部门都很支持 给了很多政策 然后国资委也很重视 强力推进 各个企业呢也很理解 成立了专项的工作 所以经过三年来的这个努力呢 总体的从目前来看 楚江之空的工作成效还是比较明显 目前中央企业的2000多户 我们看了一下结果 大概是三分之一 是通过市场出清 包括刚刚说的破产啊 工商注销 完成了市场出清 大概有三分之一 实现了柳亏争利 还有三分之一呢 是正在管理提升的过程中 目前呢 可能还有个别的少量的 还没有达到标准 下一步 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检查督导 一起一测 要求这个年底前全面完成 那么楚江之空 这个2000户完成以后呢 由于今年疫情冲击 我们企业的效益下降的话 必然会面临的亏损面扩大 亏损企业增多 所以我们又开始转入了 第二阶段的亏损治理 去年年底 我们这项工作就开展了 我们总没有三年的时间 开展这个亏损治理 专项工作 目前呢 纳路国资委挂牌督导的 有一千多户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每年整体减亏20% 所以这个目标能够完成 三年减亏20到50的话 我们现在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加起来大概有几千亿 如果每年减亏20% 那减亏500亿600亿 那么这个对中央企业 全年的经济稳增长 这个贡献很大 大家可以算一下 现在的净利润一年 是大概1.4万亿 如果你是500亿的话 就能够这个减亏 这个提升三个百分点 所以这块减亏就是增效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我们局还在推动的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一个 两斤的压控 两斤的这个工作呢 现在对中央企来讲 这个问题还确实比较突出 为什么它突出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 我们把这个财务报表看了一下 一个是央企总体的 这个两斤的规模 确实偏大 大数有10万多亿 而且增速还比较快 比如说今年在央企的整体收入 下降的情况下 大概下降4.6的情况下 我们的两斤还保持到 5%左右的一个增长的态势 所以这个规模增长的比较快 而且非正常的这个占比比较高 就非正常的就是占比比较长的 已经有简直迹象的这些 存货啊 因素款 占比比较高 所以这里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两斤规模大了以后呢 它就会占要我们企业的资金 就导致我们企业 一方面 我们做了业务 把东西卖出去了 但是没有收到钱 没有收到钱 你要扩大债生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到银行借款 所以我们也看了看 现在我们央企的银行借款 基本上也就是10万多亿 就是我们的两斤规模 基本上就是占用的全是银行的借款 相当于全物用来 银行借的钱又压在我们两斤上 简单的来说的话 就是这是一个不利影响 赞压我们的资金 而且资金是有成本的 这个10万亿 大家可以算一下 按5%来算的话 一年的利润是多少 另外呢 这个两斤规模大了以后呢 还会容易出现损失 因为根据我们 对一些企业的财务状况的分析 包括不太了解的企业 不是央企 有些它出了一些财务状况 我们要进行分析的话 我们首先入手地看它的两斤规模大不大 如果两斤规模大的话 一定意味着它的潜亏挂账比较多 因为很多企业把一些潜亏挂账 主要就是放在两斤里面 还有就是放在三玉里面 还有就是放在无形资产 这几个科目基本上可以说是藏污纳购 就是潜亏挂账的主要的 就是放在这几个科目里面 也是企业调节利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所以我们这个对两斤呢 我们已经持续开展了多年 但是这个两斤的清理确实难度比较大 它不经历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事情 它还涉及到央企业跟央企业之间 央企业跟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一个三角债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进行重点 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目前我们今年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两斤管控工作有关市场通知 这里面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要 实现我们中央企业整体的两斤进额的增幅 要低于收入增幅 周转效率要逐年稳步提高 第二个呢就是2020年末 非正常的两斤的进额 要在19年压降50%的基础上 2020年还要压降10%以上 也就是说非正常的两斤不得增长 说白了就是 总体的规模 因为你业务增长的话 我们提两斤总体不增的话 可能跟且实际情况不符 因为你的业务在增长的话 它可能相应有一些设销制度 一些信用体制等等 导致两斤规模有适当增长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提出来一个比较实施求是的目标 就是总体的增幅不高于收入增幅 然后非正常的不得增长 最后呢给大家在价值管理里面呢 我们围绕着价值保护这个功能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风险防范的相关工作 那么在风险防范里面 我们局负责的牵头的或者是组抓的 比较重要的几项工作呢 一个就是债务风险的管控 一个就是资金风险的管控 还有就是高风险业务的管控 主要是这三个风险的管控 我们先看一下债务风险管控 那么为什么要管债务风险呢 我们想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客观需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债务风险 是金融风险的导火线 所以呢我们中央提出来 要打好三大攻坚战之首的 这个就是要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中央企业 不发生重大的债务违约的风险 不能够引发我们的金融风险 因为我们央企的债务规模大 设计的金融机构多 一旦我们中央企业一家 发生了重大的违约风险 这个后果很严重 一个方面呢 可能会影响我们央企业的 整体的在市场的形象 另外呢也会影响我们央企的 融资环境 因为这几年说实在 央企的这个融资的环境 还是比较好 相对来说包括我们去发债 资金成本相对比较低 就是因为我们央企这几年 坚守不率先打破干队 这样的一个底线 基本上没有违约风险发生 所以我们的这个风险的溢价 我们还是享受到 这个低成本的资金成本 所以一旦有央企违约的话 会给其他的央企的融资 带来不利的影响 甚至还会影响我们国家的 主权评级 因为很多的央企都是 跟国家的主权评级 是一个等级的 因为我们很多央企的 体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守住 不能够发生债务违约 而我们理解呢 这个企业的财务的高杠杆 是企业发生债务风险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很多企业呢 它将杠杆 我们中央企业说 我们信用高 银行都会借钱给我们 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你的杠杆过高的话 你长期依靠这个借薪还救的话 你这个资金链崩得特别紧 一旦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 比如说银根收紧 比如说外部环境恶劣 像现在这个市场进行环境 你有货卖不出去 那你就收不到钱 或者是你货卖出去了 对方没有钱给你 你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资金链断裂的话 就会引爆我们的债务危机 所以一旦你的盈利 不能够还利息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周转的模式 它就是不可持续的 说了不好听的话 它就是磐石骗局 什么是磐石骗局 就是借金还救 而且你这个以前从银行界的钱 你创造的这个价值 不能够覆盖你承诺 给别人的这个资金成本 比如说你承诺给 这个磐石骗局都是高回报 说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10%的回报 但是你把这个钱 磐石骗局它都不去投资 可能都消耗掉了 如果你这个钱去投资 只能够创造6%到8%的回报 你就不能覆盖10% 那你就不可持续 你这个借金还救 总有一天会出现资金断裂 所以我们这个杠杆不能过高 所以我们防风险 央起的防风险 防防灾予风险的着力点 就在降杠杆 这是我们央起 这个防风险的一个客观需要 那么主观来看的话 我们央起的这个杠杆呢 确确实实 这几年也征战比较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从05年开始 当时只有50%多 到07年到这个 08年之前都是60以下 08年金融危机 效率下降 所以抬高了我们的负债水平 而且国家4万亿啊 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 所以这几年 我们央起的负债率 在持续走高 到了15年 大家看已经达到了66.7的 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央起自己本身 也需要一个去杠杆 降杆 稳杠杆的一个客观需要吧 主观需要 同时我们央起降杆杆工作呢 也是落实国务院的一个要求 国务院呢 这个咱们国家 是在15年开展这个 这个工具的结构性改革 三居五一项 居中激杆杆是很重要的一项 重点任务 那为什么要去杠杆呢 当时就是有关方面研究 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 风险比较大 主要体验它就是 宏观经济的杠杆比较高 它觉得杠杆高就风险大 那这个宏观经济的杠杆呢 它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政府的杠杆 一个是企业的杠杆 一个是居民的杠杆 居民的杠杆 以前我们都比较低 这几年有所上升 因为大家贷款买房 贷款消费 贷款买车 贷款旅游等等 但是总体中国人 是比较保守的 而且大家喜欢储蓄 所以居民的杠杆 有所抬升 但是比起国际上的 一些国家来讲的话 还是出于一个 比较合理的水平 现在就是企业的杠杆率 在这三者里面 尤其是跟国际对标来讲的话 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而且当时 把这个企业打开来看 得出来揭露说 国有企业的杠杆偏高 我觉得这里面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经济 跟别的国家经济不一样 我们中国的国有经济成分多 国有企业多 刚刚说了20万户 在整个的国家的经济的 体量占比也比较大 还有就是我们国有企业 刚刚说了 信用好 养企信用好 贷款规模大 那总体 民营企业可能贷不到钱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当然是得出结论 说国企是杠杆比较高 那你宏观要去杠杆 那居民政府的杠杆 又比较合理 那企业要去杠杆 企业去杠杆 那钱主要在国有企业 所以后来就提出说 国有企业是杠杆杆的重中之重 所以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 这个部署和要求呢 国制委率先开展了 杠杆杆工作 然后按照国务院的 这个常会的要求 要求我们中央企业 下降两个点 大家看我们这个趋势图 目前来看 这几年江杆杆的工作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16年开始启动这项工作 17年降了0.4个百分点 然后18年继续下降 18年跟这个16年比 17年比就 跟16年比就降了一个点 那么去年又进一步下降 到65 跟18年比的话 是降了0.7 也完成了这个19年初 我们养企业会上提出 降0.7个百分点的 这样一个目标 离这个64.7 就差0.3个百分点了 我们的信心还是比较足 但是今年的疫情 这个冲击确确实实 对我们又带来了 新的压力和挑战 那咱们接着吧 那么央企当时在16年的时候 是66.7 这样的一个杠杆 要降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一个目标 怎么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回来我们研究以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目标进行分解 要分到各个央企集团 那分解的话就得有个标准 所以我们当时呢 就画了两条红线 提出了一个警戒线 紧接线的是工业 百分之六十五 非工业百分之七十 科研院所百分之六十 还画了一个管控线 管控线就高了五个点 工业企业百分之七十 非工业企业七十五 科研院所百分之六十五 首先画一个红线 画红线之后呢 就定一个原则 就是企业要降多少 我们大概的定了四个原则 就是说 广红线以上的企业 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要降到管控线以下 因为管控线都是比较危险的嘛 然后管控线和紧接线之间的 要降到紧接线以下 那么紧接线以下的 原则上要降一到三个百分点 那么比较低的 比如说只有四十多五十左右 我们原则就不增加 按照这个标准 按照这个红线 我们对中央企业九十多家 逐一下达了一个目标 根据这个目标 现在目前这个 还逐一签了责任书 从签责任书的情况来看呢 大概有 这个十家 大概有八家左右降了十个点 大概有十家降到五到十个点 大概有十五家降到三到五个点 大概有三十三家降到一到三个点 其他的可能就保持不挣扎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地方数学逻辑有点问题 你总体央企业 才降两个百分点 你这些企业都在下降 而且还有降十个点的 有降五到十个点的 怎么还完不成 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定目标的时候 还提出来一些特殊因素 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国家 一些战略项目 这样的可以 还要考虑一些 新准则的调整 包括融资租赁准则的变化等等 可能会推高企业负债率 考虑一些特殊情况 包括今年这个疫情 对我们三大航空企业 带来的冲击 我们也会实施求是的考虑 所以这样的 留有空间之后呢 总体压起加两个点 难度还是确实特别大 我们给90多家签完了 三连责任书目标以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每年度进行督导 对于没有完成的 进行扣分 约谈通报 总体来看 现在效果还是不错的 多数企业都完成了 我们的年度降杠杆的目标 那么今年是收官之年 降杠杆的三连目标 收官之年 现在的这个目标呢 现在差的还比较大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 有信心地完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去年年底 我们降杠杆的成效 我们分析了一下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呢 就是中央铁整体负债率 呈现了稳中有降的态势 前面那个图大家看到 从2005一直增 增到2015 然后从2015年 我们开始降杠杆 1516保持平稳 17就开始保持一个 平稳的下降 也就是呈现了一个 稳中有降的一个态势 这个很难得 也就是说 一方面遏制住了 以前中央企业 负债率快速上升的态势 同时还保持到 稳中有降的一个 良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效 总体上来看的话 那么刚才说了 这个今年这个影响呢 确实比较明显 到目前为止呢 是65.4 那么离这个64.7呢 确实还是0.7个百分点 但又只有两个月了 确实还是有难度有挑战 我们还在努力 咬定目标不犯松 现在是 第二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我们央企的 整体的债务结构 在持续的优化 这里面体现在 就是我们的代息负债比 是在持续下降的 因为我们当时提出来 是叫降康杆减负债 防风险三句话 所以减负债也是我们一个 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总体来看 这个代息负债的 占比的结构在优化 下降了 不到40 那么把我们企业 打开来看的话 我们重点企业的负债率 下降很明显 我们看了一下数据 大概降三个点的 有13家企业 降一个点的 有44家企业 也就是说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 都实现了下降 这个确实很难得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们高负债企业 基本上消灭 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做债务风险管控 但是把80%以上的 都纳入我们管控范围 当年可能有16家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 除了个别一两家 有特殊情况以外 基本上80%的 这个负债率的企业 全部消灭了 所以目前通过 这几年的降杠杆的工作 我们的结论是 中央企业的负债水平 总体是处于一个 合理的水平 而且重大的经营风险 是可控债控 成效还是不错的 而且今年的目标 我们也在努力完成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财务上 比较关心的资金的风险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 打交到最多的 前面讲了 一个是信息 其实在我们企业里面 财务打交最多的 就是资金 所以这个资金的风险 出的风险主要就是 被转移了 被挪用了 使用不规范啊 所以我们对资金 风险的管控呢 主要是强调 对进来的钱 你要合规 就依法合规融钱 对你资金出去 要规范 你不能违规 这个比如说 拆借给别人啊 或者是这个 违规给别人套利啊 等等 还有就在内部 使用的时候 要有控制 要有管理 要有程序 要有岗位不分离 所以我们在进的时候 我们强调 你要合规的话 那你就不得非法集资啊 不得借高 不得借高息资金啊 不得你内部搞 对员工搞有残集资 变相为资工谋福利 这样的国字委 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处理个 一两企这样的企业 他说企业特别经历困难 银行又不给贷 没办法 我们就那员工 这个集资 然后给的这个资金成本 比银行要高 这个是违法的 我们是坚决禁止的 另外就是对我们 央企这个资金的支出 我们要进行规范 这里面我们强调 不得拆借 不得挪用 不得空转 不得违规套利 什么叫不得违规套利 就是说 你从银行贷的钱 或者是你从债券市场 融的资 你不能把这个钱 直接去投股票 去买理财 不能脱时向虚 这个是中央 包括我们的金融机构 管理部门都有明确要求的 他给你钱都是有用途的 都是要支持实体企业发展的 不是让你去拿了这个钱 去投到虚拟经济 去买股票 去理财 去搞房地产 所以这块资金出去 我们要规范 第三一部分 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你内部的使用 你要管理 要严控 比如说我们强调 大额资金 你一定要连签 你不能够一个人 铅笔就可以把钱拿出去 必须要连签 总会是和主要负责人 连签等等 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 另外就是 你管钱的 管赞本的 管工章的 管互联网 密钥的 你必须分离 不能一个人去拿了 一个人拿 我们今年就通报了一起 有一个职企业 有个建筑施工企业的职企业 有一个出纳 他既管银行的 这个 又管钱 管出纳 又管密码 管工章等等 他自己连续 有预谋的 把钱 打到他朋友的账户 转出去了 后来 是因为他失踪了 我们集团才发现 才报案 但是很快就破了 所以这一块 对我们所有养企 都是个警示 一定要岗位分离 尤其在管钱上面 一定要岗位分离 另外在这个 内部控制的时候 我们还强调 不能够公款失存 不能够有帐外站 不能有小金库 这都是我们一些 财经的基本纪律 这个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块资金的管控 大家一定要对 职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 因为在很多职企业 因为它规模小 可能这个人也少 很多的岗位 就没有完全分离 就容易出现一些 资金的违规使用 或者是资金被捐 被挪用转移出去 发生损失风险 那么在资金风险管控里面 还给大家想强调的一个 就是担保的管理 担保的管理 实际上它刚开始 是不设到钱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或有的负债 或有的风险 就是说你担保的对象 它如果还不起钱了 你是要负年代责任的 你是要替它还钱的 它还是会发生资金的流出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担保管理呢 我们防止这个风险的外溢 防止发生这个风险的连环效应 所以我们对担保的管理 有严格的规定 我们这个规定 大概有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 对集团外 你没有产权关系的企业 不得担保 你为什么强调 集团没有产权关系 因为你仓股企业 它也是集团外 但是你有产权关系 所以我们强调 第一 集团外的无产权的 关系的企业 你不能提供担保 那么有产权关系 有产权关系刚刚说的 集团外的参股企业 或者是你集团内的控股企业 这个是你有产权关系 那你可以对它担保 但是呢 你不得超股 股权比例担保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风险 权益要对等 你不能够超额 去提供一些 承担一些过多的风险 因为你去担保的话 你去增性的话 是有代价的 如果你没有利益关系 第一不能担 第二呢 你有股权关系 也就是同比例去承担风险 你不能够去 超额承担风险 另外有一点就是 对你内部的全资直企业 即便是全资直企业 但是它已经支不抵债 已经年年亏损了 直企业的担保 要有监控风险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对企业 即便你是全资 你应该也是负有限责任 但是你对这样的直企业 你去担保的话 它明明还不起钱 你去给它担保 回头它还亏损 钱花不了 就集团得兜底 所以就不符合市场化原则 也没有防控住集团的资金风险 所以这一块 在担保管理里面 我们强调三点 那么捐赠管理这一块呢 它是要涉及到资金的流出的 但对捐赠管理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中央企业 刚刚说了 是我们共和国的长子也好 我们国民经典的 国民企业也好 又是属于这个 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 所以它履行社会责任 是应有之益 所以它去做一些必要的 这个公益啊 做一些捐赠 国制委也是容许的 但是呢 同时又考虑 我们的国有企业 是委托代理的 你的拿的是 你的企业负责呢 拿的是我们国有资产 去做捐赠 所以我们呢 对捐赠的管理呢 大家要把握好度 就是说 你不能操作企业的 承受能力 这是第一个 要量力而行的原则 同时呢 你不能乱捐 尤其是你企业内部 不能够这样 一把手说了算 就去捐出去了 一定要有制度规范 什么情形可以捐 原疆原战啊 国家出现一些 重大的灾害啊 包括发生疫情啊 你可以去捐 甚至我们国制 也可以组织捐 但是不得自己上智的 去变相的 跟什么学校啊 以前的校友老乡啊 等等这些去捐 可能内部 可能就要走决策流程 当然这一块 我们对这个 企业的捐赠管理呢 我们把这个 相应的职权呢 我们已经下放了 对于董事会试点的企业呢 我们就由董事会 直接决定 对外捐赠的规模 到底捐 预算 全年捐多少 实际发生的时候 捐不捐 都由董事会来决定 那没有纳路 董事会试点的呢 就是对大额的 超过三千万的 我们就备案 小于三千万的呢 就自行决策 就不再被案了 当然集团内部 可能对这个 捐赠的管理 会有更多 更细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这是国资委对集团的要求 在这个风险防控的 最后一个方面的业务呢 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就是高风险业务的 监管工作 这里面主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 一个是融资性贸易业务 一个是这个 金融演书业务 两个风险业务吧 融资性贸易业务 国资委为什么要管控 主要是 12年这个融资性贸易业务 爆发以后啊 我们发现很多 央企都涉及到其中 而且发生了 好几百亿的损失 教训很惨痛 而且我们觉得 央企去做融资性贸易 就是做贸易 可能与我们央企的 身份地位 也不太符合 所以我们这几年 对央企的融资性贸易 保持了一个高压的 一个态势 严管严控严禁 那么什么是融资性贸易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以贸易为名 实际上是为出借资金 但是又没有 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 它们有这么几个 突出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 这个即便是贸易 但是贸易背景是虚构的 或者是人为 会增加一些交易环节 第二个特征就是 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 是同一个时期控制人控制 或上下游之间存在特定利益关系 第三个特征就是贸易的标志 由对方实质控制 第四个特征就是 我们直接提供的资金 或者通过结算票据 办理保理 征信知识等方式 变相提供资金 说白了 它的本质 就是说 以贸易为这个 这个手段吧 或者是以贸易为名 实际上是你要 你中央企业把钱 借给其他企业使用 因为我们 这个按照金融行业的规定 你不能够拆借资金 也不能随便违贷 所以民营企业呢 相对说呢 它的资金不要紧张 然后去银行的 这个融资的 这个资金层面比较高 那央企呢 我刚刚前面介绍 我们信用相对比较好 实力比较强 银行的风险偏好呢 它希望给我们 央企贷款 所以央企 这个资金相对来说 比较充足 资金成本也比较低一点 那么银行愿意借给我们 央企 但是呢 起民营钱又缺钱 那怎么办呢 又不能伪贷 又不能拆借 所以它就做一个合同 那个合同就 写一个贸易合同 贸易合同就 它就只有 这个票据流转 然后有现金流转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 实物流转 所以我们说 它这个虚假的贸易 没有商业实质 贸易业务为名 但实际上是为了 出借资金 因为要融资嘛 如果不出借资金 就是以贸易为名 然后又没有商业实质 去赚圈 没有资金流 然后有票据流 这个就叫空赚走单 为什么会出来这个业务 创新这个业务出来呢 一方面解决了 民钱没钱 就是融资贸易 那么空赚走单 包括空赚走单 包括融资贸易呢 央企为什么愿意做呢 因为央企要规模 贸易业务就实现输入规模 要规模 同时呢 央企呢 通过这个提供融资贸易呢 它可以把资金成本 这一块呢 有少量的 可以变现的 这个通过融资贸易业务呢 收回一些资金成本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然后银行可能还搬着 做一些撮合等等 所以从一二年开始 前几年这个融资贸易业 这个在市场上比较流行 所以很多央企都涉入其中 那么这几年经过我们 连续多年的管控 我记得可能连续发了 五六个文件 多次进行通报 进行追责等等 现在基本上管控住了 那么对于这个 融资贸易业务的监管要求 大家就记住三句话就行了 第一句话就是 融资贸易坚决不能干 零容忍发现一起 通报一起 处理一起 然后空转走单 这种虚假的业务都不能干 就记住第一句话 虚假业务是绝对不能干的 第二句话就是 与主业无关的贸易业务 比如说你做煤的 去做粮食 去做大豆 这个也是严控的 虽然不是禁止 也不鼓励 第三个就是说 与你主业有关的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我们理解贸易业务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低水平的 低毛利的 占用资金比较多的 也没有什么附加值的 跟我们阳企身份地位 也不太符合的 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压缩规模 所以大家记住 一个是不许做 一个是不鼓励 一个是你压缩规模 对贸易业务 总体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 尤其是现在 我们两年 我们两年的任务比较重 我们科技创新的任务比较重 我们要为新发展格局 做贡献的任务比较重 所以希望这个企业 不要过多地介入这个贸易业务 最后一个跟大家要介绍的 这个高风险业务的监管 就是保护价值里面的 就是金融衍生业务 那到底什么是金融衍生业务 那为什么 风险那么高的业务 我们央企还要去做呢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呢 不是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那个价格波动呢 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而我们央企很多 从事的大众商品的生产 或者是你要需求要消费 包括我们比如说航空公司 要用油 但是这些大众商品价格 如果波动很剧烈的话 对我们企业的经营业绩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记得这个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年的油价是100 最高点达到的150元 150美金一桶 当年这个高盛还预测 要到200美金 所以我们商大行做的衍生品 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时候 我们这个航空公司的油价的成本 已经占到它的总成本的80% 它基本上就要亏损了 所以它不做可能是不行的 所以为了参与国际竞争 为了稳定起来经营绩效 所以对于一些价格波动比较大的 大众商品 我们这个企业是有这种 需要利用这个金融衍生业务 来锁成本 锁价格 锁利润 锁风险 这个是我们是容许你做的 所以这个金融衍生业务呢 我们理解它是一把双刃键 这个双刃键体现在正反两个方面 正面呢就是说 它是管理风险的工具 因为刚刚说了 利用它 如果你做套保的话 它就把价格锁住了 把成本锁住了 把利润也锁住了 把风险也锁住了 但是呢 为什么它是双刃键呢 因为它有高杠杆性 金融衍生业务本身 它不是一个 说天然就是套保 你也可以把金融衍生工具呢 作为一个投机工具 所以一旦作为投机工具 它又有高杠杆性 它就会成为风险的一个放大器 所以它的双刃键 一方面它可以管理风险 一方面它会放大风险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业务呢 要开张好 确实难度比较大 但是我们总体的国资委 对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态度呢 我们是这么理解啊 就是说 如果确实有需要的 央企 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一定要具备能力 你的操作一定要规范 你的 要保证这个风险可控 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 确实是 关键就是要遵守套保规则 不得做投机 因为我们央企 都是实体企业 你不是金融机构 你也没有人才队伍 你也没有经验 也没有专业 所以不希望养企去利用 衍生工具 去做投机赚钱 去赚这个快钱 我们就踏踏实实 做实体企业的钱 做实业的钱 那么对金融衍生业务呢 这个工作呢 国际委监管呢 自从2015年 中韩油发生这个风险事件以来 到今天 2005年到今天 也有十几年了 从我们的监管经验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个 金融衍生业务监管 有很多难点 第一个难点呢 就是认知难 为什么认知难呢 这种衍生业务特别复杂 它除了一些基础的工具 什么期货 期权 这个远期等等 它有很多结构性的 嵌套性的一些产品 所以你要认识它 知道它的值多少钱 都特别难 当年我们在国航 调查它那个 衍生业务风险事件的时候 发现国航买的 那个结构性产品 它自己人都不知道 这个产品值多少钱 需要对方来给它计算价格 所以根本无法认知 第二个难呢 就是认定难 什么认定呢 就是说我们国资委 要求你做套保 但是呢 我给你套保的规则呢 一些定性的特别简单 什么方向相反啊 期限匹配啊 产品相近啊 规模相当啊 就四句话 但是实际上 市场上的这个 给你做的这个工具呢 有限 你可能要做一些组合 那么组合完了之后 它还具不具备套保的功能 就很难判定 所以认定这个套保很难 第三个就是决策难 就是做这个衍生品业务 我要套集保值 我要锁成本 我到底什么时间操作比较好 比如说我刚刚举航公司 我到底是在这个油价 往上涨的时候来锁成本 还是在油价跌到现在 三十美元四十美元锁定它好 应该在什么时候做比较好 所以这个很难的判断 包括做完了之后 什么时候平仓 什么时候涨仓 这个角色确实比较难 事后评价可能相对简单一点 因为你现在当时这个 到了一百五十美金的时候 你肯定不能再做了 但是当时高盛说 还要涨到两百 那航公司说 我要涨到两百肯定亏损 我就只好出手做 那一做它又跌到了六十 所以这个时机很难把握 那么现在油价五十六十 你该不该做 前段时间有一个航公司 坐了五十六十 但是后来又跌到了四十三十 它又会可能 单边可能会出现损失 当然你实货那边 它比较便宜 你是套宝 但是你同行业没做的话 你这个成本比它多 你就失去了竞争力 所以这个角色这边难 还有一个难就是 对这个衍生业务的评价 就到底做得好 做得坏 你怎么评价 我们现在强调说 要期货一体化 就是期货跟现货要一起来 然后说它是不是套宝 要看它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如果它是以盈利为目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投机 这个说法好像也不太科学 我们企业做任何事情 都不能说我不以盈利为目的 难道我是以亏损为目的吗 我们只是说 你不能够强调盈利目的 不能够就以盈利为目的 这个单一目标 如果单一目标的话 会导致它容易去做投机 所以你如何来评价 它这个套宝的效果好不好 这个确实对企业也是个挑战 所以导致我们的监管很难 我们不让企业做 企业有需求 如果让它做的话 这个业务的风险就比较高 一旦出事都是大损失 而且影响很大 但是即便这么很难 但是我们现在 还是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定 来规范中央企业 进入衍生业务的操作 尤其是今年年初 我们对以前的一些规定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出台了八号文 这个八号文呢 对大家来做衍生业务呢 提出了五个方面的 关口要求 就大家把住这五关呢 基本上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这五关是 一个就是路口关 就是你要做之前 你集团要进行审核审批 就是说谁来做 做做大规模 做什么产品 集团一定要管控 这是路口关 第二就是淘宝关 就是禁止你做投机业务 你不能去做投机 刚才讲了 我们央企做实体企业 绝对不允许投机 这是底线红线 不能碰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对于什么是淘宝 就是解决前面这个认定是淘宝 这个问题呢 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完善 怎么来界定 它是不是淘宝呢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四个标准 方向相反 期限匹配 规模相当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就是说 你做了这一笔衍生业务 你是不是把你的现货的风险 敞口降低了 如果是降低了现货敞口风险 那你这笔业务就是淘宝 如果你做了一笔衍生业务 之后 发现我们的现货的风险敞口 在升高 那你这笔可能就是投机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标准 大家通过这个标准来把握是否淘宝 可能更容易操作 这是第二关 第三关就是研把规模观 就是到底做多大好 很多企业跟我们讲说 既然是淘宝的话 就全部锁定 也就是百分之百锁 但是我们考虑呢 你这个企业的资源 资金的实力 有些企业做现货的规模也比较大 而且这个市场的判断呢 也存在着一些风起 所以我们想的规模呢 还是留有余力 所以我们提出来 商品类我们做多少 这个货币类做多少 然后贸易企业做多少 等等 我们在文件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 进行到风内的管控 第四个呢 就是研把风控观 建立多重的机制 这里面就强调 一个系统要相互连接 集团跟子企业操作主体 要进行连接 要能够看得见 你都看不见 就没法监管了 所以必须要通过系统 把相关的信息 及时地反馈 进行监控 另外在这个风险里面呢 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 岗位要进行分离 你前台中台后台 做风控的 做前台操作的 一定要分离 这里面要强调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建立止损机制 就即便你是做淘宝 也是需要止损的 因为你的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还是要有个止损的机制 如果你有止损机制 即使止损 哪怕你是做投机 你这个损失 也基本在企业的可控承受范围内 如果没有止损机制的话 一旦方向判断错误 这个损失 可能企业难以承受 那么在风险控制的系统里面 还有一点要强调大家提示的 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报告路径 要设计科学 一定要强调这个 报告路径的独立性 就是说 做封控的部门 不能够去直接向 这个封管 这个业务的领导去汇报 他应该直接向董事长汇报 就是要有独立的汇报路径 要做到这么几点 封控基本上能够把握 最后一个就是在操作官 堵持了这个违规的一个漏洞 这个操作官里面 强调一个是保证金的支付 财务要把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官里面 要强调的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一把手千万不能操盘 我们从以往的这个 失败的教训里面 一些风险事件里面看 基本上都是一把手亲自操盘 他一把操盘 他不是说直接去操作 他会给交易员去下指令 尤其是现在这个通讯比较发达 通过微信啊 这个短信啊 电话啊 邮件啊 去下指令 交易员就只能够直接执行 所以这容易出现一些风险 这个如果这个五官 大家都能够做到 都能把住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大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金融衍生业务的风险 那么刚才前面呢 围绕到价值管理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报告价值的一些基础管理工作 创造价值的提值登校工作 和保护价值一些风险防控工作 总结起来呢 这么几年的财务监管工作 的主要成效呢 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套 较为完备的工作制度体系 前面给大家看了 有11个主任令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专项通知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财务管理的 方方面面 第二个成效呢 就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一套 财务监管的机制 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啊 等等管人管事 管这个财相结合的一套监管机制 第三个成效呢 就是形成了较为有效的一套 价值管理的体系 包括报告价值 创造价值 保护价值等等 围绕价值管理 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一套 价值管理机器 这些工作和成效呢 都是我们全局同志的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为推动我们中央企业 实现高智能发展呢 确确实实发挥了重要的支撑的作用 我想呢 随着国资委管资本为主 国资监管工作的不断 完善和推进呢 我们还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我们这一套监管体系 也希望大家都给我们提保护意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